你醒来的时候 看到天花板上全都是用雪字写的 别让他们知道你能看见 你懵了 到底是谁在你家天花板上写字 然后下一秒老婆进来了 老公该吃早饭了 你刚想回应可马上愣住了 因为在你记忆里对这个女人一片空白 老婆的称呼没有 叫往记忆没有 特长爱好和喜欢的姿势都没有 这老婆到底是哪来的 时间很快过去两秒 老婆很有耐心笑眯眯看着你 温柔的无可挑剔 可你却感到毛骨悚然 你是谁 这话问出 老婆的笑容变了 发出压抑不住的狂喜 嘴角一到耳后跟 你看得见我 没给你反应的机会 一口就把你吃了 你死了 等再醒来的时候 天花板上还是那些雪字 千万不要让他们知道你能看见 你留下冷汗 这不是梦 这一句话是提示 接着老婆又走了进来 还是那么温柔 老公该吃早饭了 你现在假装看不到 可老婆根本不按常理厨牌 一下凑到你脸上 下一秒四目相对 她发出压抑不住的狂喜 你看得见我 你又一次被吃掉了 第三次醒来的时候 你已经完全明白 天花板上的雪字是什么意思了 都是重生之前 无数个你留下来雪的教训 而你也应该拥有 某种死亡灰挡的能力 这次你开始刷手机 看起了各种小姐姐 旁边有声音传过来 老公你怎么当了我的面 看其他女人呀 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你松了口气 应该没问题了 可发现到下一个视频的时候 你愣住了 因为那里的小姐姐 竟然是老婆 你看得见我 皮目一黑 你又死了 第四次重生 你索性闭上眼 期间 你听到老婆过来喊你吃早饭 可能是你没反应 她的脚步声越来越圆 一直过去两个半小时 你才睁开眼睛 整个房间内一个人都没有 你松口气 看来不理会这诡异就行 可到你坐下床后 却发现 背后传来一个温柔的女生 老公你醒了呀 一回头 床单上 老婆居然就跟一张纸一样 吸附在上面 我操你吓坏了 难道刚才那两个半小时 你一直压在老婆身上吗 老婆狂喜 你看得见我 接下来 你经历了各种死法 比如说在上厕所的时候 老婆突然出现在马桶里 打篮球的时候 老婆出现在篮球上 又或者突然出现吓你一跳 只要你表现出 又看到她的迹象 就会死亡 但反过来说 你只要知道真的无视她 哪怕是直接从她身上撞过去 也不会出发死亡flag 在没发现到你能看到她之前 老婆是无法实体化的 直到死了145次后 你的意志已经跟钢铁一样了 在做出房门之前 老婆也出现在门把手上 可你的表情没变一下 开门走出 一气呵成 前方充满着希望 可你忽然僵在原地 阳光照在身上 感受不到丝毫温暖 街道上 无数猙獰恐怖的 诡异生物灵力 放眼望去密密麻麻 除了些意外 天空上 则是真正的恐怖 又巨大的 长满出手不可名义的黑影 还有长出了两只 雪白翅膀的血色毒眼 又或者是 身穿喜福的兔头新娘 这个世界中 人类好像才是异类 你笑不出来 这时候一个小女孩问你 叔叔 你怎么了 是生病了吗 小女孩嘴里吊着棒棒糖 绑着双马尾 看来这个世界 只有你能看到这些东西 其他人都是正常的 你强忍着恶心笑着说 我没事小妹妹 还有要叫哥哥 可下一秒 小女孩脸开嘴巴露出狂喜 你看得见我 可你却没像以前那样惊恐 而是开始狂笑 比起你之前的样子 我还是更喜欢你现在 小女孩愣住了 这个人类 难道是疯了吗 你笑道 因为这样以后杀起来 就不会有任何负担了 接着屏幕一黑 你又死了 再次出门后 你学乖了 小龙女叫你不回复 在路上你有新发现 那就是 诡异能看到人类 但人类却看不到他们 他们企图融入人类的生活 经常在别人耳边低语 你意识到 或许 有些人的幻青眼花什么的 很可能就不是错觉 所以千万不要回应 接着 静止走向公司 可刚到你就傻眼了 原本的公司 变成精神病院 不对 仔细观察下 精神病院和公司 处在叠加状态 病院的虚拟 公司的现实 和诡异一样 只有你能看到 在病院中行走 一路上 周围都是干涸的泻剂 还有腐烂的碎肉 在特护病房 你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例如104号病房 有个小女孩正全坐在角落 看不清面容 特护病房有十几天 这说明 医院内至少公园着十几只诡异 除此之外 你发现 114 514 以及177号病房 确实打开的 里面什么都没有 就好像有东西跑出来 快要不朝着院长办公室走去 明明中有声音告诉你 一定要去那里看看 这时候有人喊你 嘿 肖凡中原来上班了 原来是你走到了现实世界中 公司的办公室 喊你的人是同事冷风 主管是公司老板的儿子 有名的富二代 换屏时 你在他面前那个屁都不敢放 他话还没说完 你就冲进了主管房间 在你眼里 这就是精神病院长办公室 可没想到打开门后 主管竟然和女秘书在肉搏 你没管他们俩走到桌子前 上面有一份文件 写着被天命眷顾之人 想知道这个事件的真相吗 想知道诡异是什么吗 那就去精神病院C栋520房间吧 当你找到真相的时候 也是你做出选择之时 出个破口大骂 小凡 你小子疯了 赶快我的好事 可你压根不理他 转他就走 但就在这时 一股诡异力量降临现实 精神病院 居然在现实里实体化了 其他员工吓得精神尖叫 可唯一度主管皱眉 该死 鬼域怎么降临了 他向大家解释 这里属于异次元空间 简单来说就是诡异的地盘 只有觉醒能力的御灵师 才能救大家出去 冷风提问 御灵师是什么 根据主管的解释 每个人的心灵 都像一颗叶明珠 平时蒙着灰神 等擦去后 就会出现灵性光芒 那心灵之光 便是御灵师的能力 每个人的能力 不会根据自己内心 最深处的渴望 有所不同 那块擦去心灵之光的布 就是和诡异战斗 这时候 大家忽然发现 人群中 有个叫王小丽的人不见了 冷风吓坏了 不 是诡异出现了 大家都四四发抖 主管枪中镇定 大家别慌 鬼一杀人 等不定规则 我们找出他的规则 能活下来 可又一会儿 大家发现 一个叫贾亮的人 无声无息消失了 接着人越来越少 一个个消失 主管的女秘书 哭着拉住他 我不想死啊王少 你特别问我 我问谁啊 不然这时候 你开口了 两到三分钟 什么两到三分钟 你继续说 准确来说 是女人两分钟 男人三分钟 刚才王小丽消失两分后 就轮到了贾亮 他消失三分钟 才轮到下个人 这诡异 是按时间杀人 得知这点后 你们一起 从病院外走去 路上 看到地上的碎肉 才知道 为什么男人消失三分钟 因为诡异 是根据肉量计算的 男人肉多 吃得慢 女人肉少 吃得快 而就在这时 三分钟到了 大家只看到 一位披头三发的女护士 出现在了女秘书身后 接着她就被偷走 救 救我 可富二代 看都没她看的一眼 直接跑了 在你了解了杀人规律之后 反正她不慌了 走到女护士旁边 有什么好怕的 被老婆都吃了 一四五次了 摸了摸她的腿 按着富二代所言 和诡异接触 是嘴请方式的话 摸腿是最直接的了 给一旁的冷风都吓尿了 不是 鬼的便宜都敢站 你摸了一分钟 啥事都没发生 转头 带着冷风就走 快 还有一分钟的这时间 可没走几步 女护士就追了上来 你傻眼了 难道自己误判了杀人规律吗 回头看到女秘书的尸体 接着一人同落地 死了 等再醒来的时候 手还刚搭在女护士腿上 并没有回到老婆旁边 存档点刷新了 没敢继续留一分钟 而是直接跑了 很快 你追上了抢先走的富二代他们 他们也不是跑得慢 而是遭遇了鬼打墙 在精神病院中迷路了 这时候女护士追上来 富二代眼睛手快 故意伸腿绊倒了你 其他人都惊态了 冷风问道 天啊 王叔你干嘛 富二代咬牙 要不是这消烦 大家也不会泄入绝境 他留下 鬼就不会追我们了 我这是为了救你们 说完碰得下 关上了走廊大门 看到门后面 他们一个个恶意 幸在乐祸 或是愧疚的脸 你笑了 真没想到 人会比鬼还可怕 多谢你们 下一次 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们 就在这时 女护士追了上来 下一刻 你死了 又一次重生 你的手 搭在护士大腿上 这一次你和冷风 转成富二代后 抢先一脚 绊倒了富二代 冷风都看呆了 帆哥 你这是 你和我一笑 我这是为了救你们 其他人趁机跑了 冷风 看你还留在原地 干嘛呢 帆哥 你的手 已经摸上了 女护士的大腿 摸大腿啊 这次摸了两分钟以后 你能清晰感觉到 自己体内多了一股气流 这是一种 灰蒙蒙的心灵 被擦亮的感觉 下一刻 你抱着一股光芒 与此同时 你得知了自己的能力 你愣住了 因为你的能力 是痛苦 难道 你内心最渴望的 就是痛苦吗 痛苦之光 伤害别人 可以让对方感受痛苦 你懵了 这不是废话吗 这也叫能力 可很快 一懵懵回忆涌上心头 那是 一次次被老婆杀掉 或者被女护士吃掉时 痛苦的记忆 直到这一刻 你才彻底明白了 自己的能力 到底是什么 能将自己所经历的痛苦 施加给别人 让对方感同身受 你笑了 太棒了 这个能力 简直太棒了 从现在开始 让世界感受痛苦 你生活的城市病了 城市中都是诡异虚影 天上是不可名众的触手怪 机缘巧合下 你觉醒了 可以对抗诡异的心灵能力 终于在干掉了 第一个诡异女护士之后 你拿到了她的手术刀 可不了这时 女护士没死 在她的追赶下 你和伙伴冷风 一路逃亡 很快到了一个出口 上面还挂着个绿灯牌子 安全通道 女护士看到这个指示牌后 好像是在害怕什么 掉头就跑了 你疑惑了 按照正常逻辑 这扇门背后就是生路 可等你刚出门 就愣住了 门外虽然是一片光明 而且大街上 和天空中那些诡异 全部都消失不见 世界好像恢复了正常 你又狂奔回到家 结果家庭的老婆也消失了 更加诡异的是 第二天上班 主管夫儿大夫活了 公司里的人一个没少 好像昨天发生的一切都是幻觉 女秘书给你打个招呼 哟 肖凡来了 你走上前 对他捏了捏 嗯 温热 其负有弹性 这时候主管走过来 指着你的鼻子破壳大骂 肖凡 怎么今天才来上班 我要扣你的勾 话还没说完 一道荧光闪过 是你用手术刀 把他脖子给抹了 可周围的同事们 却没有露出惊吓的表情 反倒是身体膨胀扭曲 似乎变身 你先下手为强 把他们的脖子 全都给抹了 呵呵笑 还够了嘛 完够了的话 就出了吧 瞬间 所有的尸体都消失不见 空间中的镜子般破碎 那碎片背后 赫着是精神病院的逃生通道 而那个安全通道 只是拍还挂着呢 对面 一个被拢着的黑袍中的鬼影 正直勾勾盯着你看 人类 你是如何看成梦境的 你笑了 你的梦境很真实 并且你也很懂人类 可惜你不懂鬼交 幻境被迫 这鬼也没了别的手段 这种被缓缓引去 消失不见 理解了前因后果后 你还是有点后怕 这应该是一只 可以触控幻境的鬼影 而他的能力 也仅限于控制幻境 不然还任何一个 能打正面的 自己都得死 这次 你们走出精神病院后 外面总是恢复了正常 天空上 是触头新娘和血眼 城市中 都是淋漓的鬼影 一个冷风聊过天后 基本确定了 那就是 这些鬼影只有你能看到 回到家后 你见到了温柔的老婆 老公 你回来了呀 吃饭了吗 要不要我下面给你吃 你笑着点头 嗯 我回来了 老婆顿时露出压抑不知狂喜 你看得见我 一到荧光乍现 你以挥手术刀 这一击还饱含了 漆黑色的痛苦能力 可下一秒眼睛一黑 再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家门口 这代表着两件事情 一是存档点刷新了 二是老婆的真实实力 远远比想象中更可怕 你选择了无视老婆 在房间内 睡觉吃饭打篮球 第二天 有人上门来访 他开门见山 表示自己是全球鬼异 事件联合调查局的人 名叫张庆尧 也就是对抗诡异的官方组织 老婆这时候 钻出来温柔道 老公家里来朋友了呀 姚西照常和你聊着天 好像看不见老婆 还跟你科普了 诡异相关的知识 例如御灵师的力量等级 从低到高 一公分一到五级 你是最低的一级 还有御灵师 可以使用诡异 例如那把手术刀 只有诡异 才能对抗诡异 这时候你问 你看得见我老婆吗 张庆尧懵了 什么老婆 啥都没看到呀 你回头说了一句 老婆 我看见你了 老婆果然容出狂喜 你看得见我 这时候张庆尧吓坏了 在她的视角中 老婆是突然出现的 接着她的头发开始活动 像是一条扭曲的蛇 在空中恍舞 张庆尧要打出两个火球 却被老婆的头发轻松挡住 她骇然 这种级别的鬼影 根本不是她能够对付的 刚下跑 头发一下刺出她胸口 直接挂了 你没着急 连忙扑在张庆尧身上 搜东西 身后传着老婆的声音 老公你在找什么呀 需要我帮忙吗 接着屏幕一黑 你再次出现在家门口 还是睡觉吃饭打篮球 老婆一如机网陪在身边 等到第二天 张庆尧再上门 这次你准确报出了 他身上带着一支钢笔 还有一个配饰 以她的能力是火焰 并坦言自己的能力 是预知未来 张庆尧还是有点不敢置信 你说刷几笔 想一串彩票号码 114514 这是今晚的开采号码 你当然不知道什么彩票号码 不过不要紧 今晚看过后 你就知道了 摇摇皱眉 萧先生 树直言 彩票都是七位数开奖 你这六位数师 你呵呵一笑 再次加了一个数字 一 放心吧 肯定是对的 如果号码不对 我愿意抵命 他这下不信也信了 将你带到诡异管理局 局长温雅贤 亲自接待了你 可突然传起报 说是一队队长火灵二 在诡异交手的时候 出了意外 重伤归来 副队长公孙雅柔却死了 周围人一润纷纷 从他们的讨议身中 你得知 原来队长火灵二 和副队公孙雅柔 从刚入局的时候 就竞争不断 公孙雅柔是公认的强 而火灵二的能力 自很弱是幸运 听说 当初争夺队长的时候 公孙雅柔不知道为啥肚子疼 疯狂窜息 结果就落败 失去了队长之位 但两人一直都心心向心 可以说是至交好友 火灵二情绪格外低沉 他魔症了一样 要是我能早点到 要是我能早点到的话 这是平静开口 先让公孙雅柔复活吗 局长和张庆瑶都愤怒了 小凡 你到底在胡言乱语什么 可知火灵二 四四盯着你 你真的 能让雅柔复活吗 你点点头 只需要告诉我 当时的情况 在火灵二的描述中 是副队长公孙雅柔 在某处郊区废弃工厂 先发现了一只鬼 火灵二连忙赶过去支援 可他还没赶到的时候 雅柔先和鬼发生战斗 却不料 有一只影子鬼 在背后突然发动偷袭 等火灵二赶到的时候 雅柔已经不幸生死 你点点头 很好 接下来把手机号码给我 并告诉我一个秘密 火灵二蒙了 但他还是说了 当初和雅柔争处斗队长资格的时候 其实是他下了解药 只不过他的能力是幸运 压根没人怀疑过他 大家都惊怠了 队长原来这么损啊 看你这么信誓旦旦 张庆瑶忍不住说 现在呢 你知道了又怎么改变未来 直到晚上 八点彩票开场结果出来了 3141592 和你的完全不一致 张庆瑶笑了 你怎么解释 不是说错了就抵命吗 你呵呵一笑 手术刀插到脖子上 小某说到做到 张庆瑶惊呆了 这么言而有心的人 现在不多见了 再来一次后 这次的存当点又刷新了 这是张庆瑶 刚带你到鬼迪管理局的时候 你突然停下来 张庆瑶问 怎么了 前方走廊拐角处 有两个工作人员撞倒 张庆瑶还没反应过来 两个工作人员就撞到一起 你又指了指旁边 左属第三排的女人 会洗上去咖啡 倒数第二排的男人 会把文件砸掉 至于系列的精准语言 张庆瑶惊该了 这是真正的预知未来啊 连忙去找局长报告 与此同时 你打了个电话 那头正是一队队长火灵二 对方在听到你精准 报出他的小秘密后 神色越来越震惊 等挂了电话后 张庆瑶已经到了 局长温雅嫌过来了 你开门见山 表示 虽然你是D级预定师 但需要C级的工资 不但如此 每次出任务 还要额外给你了欧费 局长皱眉 这要求未免太过狂妄 嘿 温局长 看来还没意识到 我这份能力的价值 不要紧 我送你一份大礼 话还没说完 温雅嫌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电话拿到火灵二咆哮到 局长 调查局 有没有一个叫消贩的人 在你旁边 多亏他提前提醒 我才能去救下雅柔 不然 这次他非栽了不可 这下 温雅嫌和张庆瑶 是不信也得信 温雅嫌 直接把你的档案 定级为S级 顺利在诡异馆里去 入职成功后 你回到了家 老婆依然在门口 温柔迎接你 静止走过去 接着就是睡觉 吃饭 打篮球三件套 等到半夜的时候 忽然有人敲门 所以谨慎 你通过门上的猫眼观察 可就赫然发现 猫眼中 是一只 满是血色人眼 接着你眼前一黑 等再醒来的时候 是一间破旧的仓库 被反绑在一张椅子上 不远处 还摆满了各种 行去和一台搅拌机 在你的视角中 这里还有不少 猙獰恐着诡异的游荡 只是 被你看见之前 他们都无法险行就是了 这时候 一个男人 林子阳走了过来 他笑了 嘎嘎嘎嘎嘎 没想到 我这血灵眼 还真好用 消烦是吧 你的确很厉害 还受到鬼里 管理局的器重 可惜我表弟死了 所以你也得死 你很平静 一点害怕到没有 你表弟就是那个王少 林子阳笑了 你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我给表弟报仇 会找上你呢 明明你们只是一起 在鬼域中逃生而已 你却直接坦然承认 没错 你表弟是我杀的 你继续道 你表弟就是我杀的 我先出手偷袭他 让丧失了行动能力 他在被吃的时候 我就在一旁看着 林子阳暴躁的剁脚娇 你该死 你知不知道 这样子会显得我很呆啊 他狠狠咬牙 拿起把电锯 我倒要看看 等你奄奄一息的时候 嘴还是不是这么硬 你笑了 转头看了空气 坏 你们看半天了 是不是很想吃人呢 林子阳懵了 你在跟谁说话 鬼域啊 你看不见吗 然后下一秒 这个仓库内空间扭曲 凭空出现了好几只诡异 林子阳 在眼睛中看着自己 被这些诡异们淹没 当他再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家里 这时候敲门时响起 是时候让林子阳感受痛苦了 此时 他站在门外 已经将眼睛贴在猫眼上 只要你通过猫眼观察 就一眼 就会爆炸 可等待他的 并不是什么人类的眼睛 反而是一把手术刀 从猫眼中插了过来 我 凭凭凭 林子阳晕了过去 眼前一黑 等他再醒来的时候 双手被反忙在椅子上 旁边 还放了很多刑具 和一台搅拌机 你拿起一把电锯笑了 好了 接下来回答我 一千几七 我说 你每次死亡都能复活 敌人想抓你 你却反手 让他感受痛苦 你通过拷打 让林子阳供出了 他背后的组织 名为光明俱乐部 林子阳喘息道 我都说了 该放过我了吧 你呵呵一笑 不要搞错了 我可没说过 你说了我就能放过你 又是十几刀下去 林子阳 特地放火 他的一只眼睛 变得通红 猝不及放下 虽然跳出来 侵入了你眼睛里 你闹海中想起他的声音 嘎嘎嘎 你那黑头盔 也没有骗我 月肉苦弱 我一飞胜 老子成了 放心 小凡 我不会明白你的意思 我叫你 永远持续在身体内 感受痛苦 你笑了 让我感受痛苦 林子阳不信 可他在你的精神意识中 看到了什么 这真的是人类的心灵吗 这 这小凡绝对不是人 他比诡异还要诡异 想逃 已经来不及了 屏幕一黑 等你再张开眼的时候 一只眼睛已经血红 你笑了 原来这就是林子阳的能力 血童 可以对敌人发动精神冲击 和制造幻觉 收拾完它后 你叫他的住处 还搜出了一本笔记 和一件鬼气青铜烛台 他的后台 光明俱乐部 迟早找上你 你决定先下手为枪 来到一间酒吧 这里是御灵师 互相交换信息和材料的地方 和服务生对我暗号后 他将你带到一间密室 业务部经理接到了你 你直接开口 我要杀人 光明俱乐部会长 经理介绍到 光明俱乐部会长 是二级预定师 他一大票小弟 要5000零币 一皱眉 那就先杀他表弟好了 表弟的价格是200零币 经理说 客人 你可以下载沙冷门APP 这里会实时更新 暗杀进度 另外还需要签一份合同 这合同不带诡弃力量 无论签啥名字都行 与此同时 经理的手机放出播报 您有新的沙冷门订单 请及时处理 经理抱歉一笑 不好意思客人 来新订单 你看到他一眼 在合同上写下一个6 第二天 去诡异调查局报道 局长温雅先给你下了最新任务 让你 冷风和资深调查员张庆尧 组成组队 去一个名为黑水村的地方 解决诡异 据说这村子经常发生 淹死人的事件 所以调查局初步判定 这里极有可能存在诡异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冷风也觉醒了零能力 不过很拉近 是11点过后 身体素质率未提高 性能力提升至爆表 张庆尧无语 这啥破能力啊 一行人很快到了黑水村 可让人意外的是 这里的老村长 虽然年老 但却没有一根白发 头发又黑 你们一行人住校后 当晚就发生了诡异事件 凌晨三点 你耳边传来流水的声音 醒来后 发现自己床 居然在移动 准确来说 这里已经不是房间了 而是在河水之上 往旁边一看 张庆尧 冷风的床都飘在上面 而床移动的方向 这是黑水河中心的一个漩涡 冷风一下就慌了 关地时刻还是个你靠谱 让冷风和张庆尧 都到你床上 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勾掌和绳子 一头连着床 一头穿上岸边的树 这才停下来 张庆尧开口道 漩涡消失了 你却满脸凝重 漩涡消失说明什么 说明鬼不在漩涡处 而是找上门了 果然 又几只黑色的手 抓住床腿 正在缓缓往下拽 没多久 你们就都掉到了河里 河水很冷 体力迅速流失 可鬼却没动静 冷风刺刺发抖 凡哥 这鬼怎么不动手啊 他在等 等咱们现场虚弱 很显然 只要你们虚弱的一定程度 那便是那鬼动手之时 你让张庆尧点起火球 当的热源保存体力 张庆尧道 以他的蓝量 绝着火焰最多十分钟 现在就是饮针止渴而已 要是蓝干了 鬼现身怎么办 你笑了 无所谓 我会出手 张庆尧是一百个不幸 在他眼里 你的能力是预知未来 一个预言家 总不能跳脸吧 还没等他说完 你一头扎进水里 直接开始血瞳 终于看清那些黑手是什么 那都是黑色的头发 而头发的来源 正是水里的一具女尸 战斗的画面 他说经费就不展示了 结果是女尸 想让头发缠住你 可你血瞳一开 他就发出惨叫 被你一刀削手 直接挂了 可那些头发 却仿佛活的一样 从尸体上脱离 瞬机消失 你也反应过来了 女尸根本不是诡异问题 那头发才是 等了第二天 大家商量对策 你让调查局 直接派一支科技别动队过来 张青耀疑惑道 你找普通人 管了有什么用 能对付诡异吗 你笑了 要用科技对付魔法 把水抽干了 那诡异不就无度可逃了吗 冷风和张青耀都目瞪口呆 这都行啊 在别动队来之前 你们再一次拍插了黑水村 可惜一只诡异都没发现 黑水村的村民们 除了头发比较黑以外 没有任何问题 你问村长 老人家 你怎么保养头发的呀 这么黑亮 村长疑惑了 老头子我头发都白了十年 哪里黑了 这话一出 张青耀和冷风毛骨悚然 你表情不变 哦不好意思 我看错了 过了几个小时 一群特种兵 带着好几个抽水笨过来了 与此同时 还有一男一女 两个旅行者在和别动队争执 好像是看不惯 他们抽水的行为 你二话不说 赶走 很快 这么多台抽水笨的作用下 河水被抽干 河底只留下一些小水蛙 还有蹦大的鱼 你用血童一车搜索 指了一处小水蛙 咬咬 你用火焰轰刺 张青耀没有犹豫 预言家指哪打哪 火焰炸开 我 一团头发破土而出 在你们注意力 都激动在头发的时候 旁边传来了子弹 上层的咔嚓声 一转头 那群别动队 就让女伤对准了你们 快 快躲开 我们的身体 不受控制了 一阵阵扫射过后 你们死了 等再睁开眼的时候 你出现在春档面前 春档笑了 年轻人 就别再拿我打去了 老头的头发都白了十年了 你思索起来 难道这头发鬼 又操控他人的能力吗 可为什么 不直接操控我们呢 而且那对旅游的男女 出现的时机也太巧 正常人 谁嫌着没事干 来求他批狼旅游啊 很快别动队到了 一男女正在和他们吵架 你命令别动队 成员下了枪 大家虽然疑惑 但也照做 这时候女的走到你面前 你就是他们领导吧 凭什么赶我们 话还没说完 手术到一挥 女子人头落地 所有人都呆住了 就这么质问你一句 就把人家杀了 发 他也挂了 杀这对男女 是为了排行嫌疑 看看别动队 会不会还不会被控制 张庆尧大怒 笑凡 我怀疑你现在 已经临行失控了 你最后给个解释 别急 我说他们有问题 就是有问题 冷风反应过来了 凡哥 你是预知道了吗 张庆尧也冷静下来 很快喝水见敌 你让张庆尧攻击水挖 头发鬼再次现身 而不出所料 别动队再次被控制 在没有枪的情况下 你给了他们一人小腿一刀 很快控制出了局面 这时候张庆尧也把头发鬼烧死了 但问题是 这些别动队 依然处于被控制状态 只能把他们先绑起来 接着你们回到黑水村 冷风面色凝重 照常理来说 这些村民的头发 是诡异导致 可诡异已死 他们应该恢复正常才对 张庆尧道 我们应该赶紧先联系调查局 带专业设备 给村民们做全身检查 逐一排查问题 你摇摇头 太慢了 还是用我的方法吧 张庆尧本能升起 有股不好预感 你说的方法是什么 说着你走到村长面前 面对诡异最好的方法 直接杀到你的人物正常为止 刷的一刀 村长人头飞起 张庆尧都尽了 你怎么能杀普通人 普通人 看看他的脖子吧 大家仔细看去 脖子居然没露出鲜血 里面也不是血肉 而是一根根头发 与此同时 村民们急刷刷动了起来 他们没有神志 丧尸一样朝你们靠近 见词心心 也想明白了 难怪整个黑水村 明明说了诡异 但却看起来还这么正常 因为整个村子 就没一个活人 面对上百村民的围攻 你们很快死亡 画面一切是村长的脸 年轻人 就别再拿我打去了 老头的头发都白了十年了 这次你也不打算 先对村民动手 目前的情况来看 头发鬼应该只想自保 他在误导自己 女尸才是源头 自己等人杀了女尸后 就会回去交差 不然在第一天晚上 他就会动手 但这样的话 别动队被控制 就不是头发鬼所为 于是你让别动队 抽干水后就离开了 不给控制的机会 你生活的城市病了 城市中都是诡异虚影 关了一局 派你们去解决黑水村的诡异 你们却发现 全体村民们都被诡异控制 于是购置了大量的汽油 固制在村庄各处 与此同时 在黑水村附近的一树树林中 之前那对男女 竟然双重跪倒在地 他们就是被完全控制的傀儡 而在他们面前 有一个女子 此人正是光明俱乐部的 二把手傀儡师 也正是她通过这两个傀儡 给别动队 留得种子操控的 画面一切 时间来到晚上十点 让姚夕放出火球 这个黑水村就熊熊燃烧 接着 一个声音从火海中传出 随后 一个年轻女子走出 我本没想杀你们 可你们回了我的家 你们该死 此时 幸福下来的村民 已经没多少了 他们疯狂冲过来 女人手一挥 接着河水就被卷起 巨浪一样打过来 姚夕大惊 她不是诡异 她是御灵师啊 二阶御灵师 控水是她的能力 冷风吃惊了 那头发鬼是怎么回事 而你却通过血童 逐渐理解一切 这个女人是御灵师 但她的头发是诡异 这是一个复杂的共生体 这一次有了提前准备 你把青铜烛台丢过冷风 让她用血肉之力 开启这件鬼气 果然 烛台点亮 火光形成一个圆形护照 在范围内的上司村民 行动速度都会变慢 冷风 嘴唇都在哆嗦 你们快点 我的血液撑不了那么久 于是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妖溪和水溪 云灵师战斗 火 练死水 而你 则去对付一部分 被头发鬼控制的丧尸村民 但丧尸数量是太多 你杀了不少 还有很多 在这时 背后传来一个自信 阳光 且充满磁性的声音 樊哥 麻烦让让 卧槽 你傻眼了 这是冷风 你想起他的能力 晚上11点后 变高变帅 吸引能力增强 这 这是压王变身吧 接着 他如无人之境 那些个普通葬师 根本爱不是他一拳 不过 他让对付头发鬼奔体的时候 双手双脚被头发缠住了 对方以柔克刚 他压根没办法 但头发鬼也就到这了 因为你趁机发难 性血童 定住对方身体 借着一刀割喉 二阶御灵师 死 可就在此时 三瓦飞刀从远处射来 你扫没有惊讶 手术刀变相挡住 但身体 一比机会出去老远 来者 这是光明俱乐部的二把手 傀儡女 身边还带着那一男一女 俩傀儡 他走到头发鬼身边 手掌进行一拍 头发鬼就变成了他的傀儡 疯狂大叫 嘎嘎嘎 躲了一个二阶御灵师部下 小凡 我还得好好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们 批个你死我活 我也不会有机会 好了 现在你可以死了 说完 他和头发鬼一起动手 那一男一女 体型变得数倍 围攻过来 这种情况下 哪怕是一位 二阶御灵师都得登死 可你却笑了 就等你出来呢 引爆了手术刀中的 诡异力量 加持了自己身上 瞬间 浑身缠着着黑气 生不成 鬼的女大惊失色 你疯了 把诡异的力量 引到体内 快 阻止她 她抱走了 可为是一晚 你就跟砍瓜切菜一样 体内痛苦之力 全爆发下 先解决了那一男一女 再杀了头发鬼 最后 把刀架在 傀儡女脖子上 现在该轮到你 感受痛苦了 告诉我 一千减七 等于多少 一刀消瘦 战斗结束 解决完傀儡女之后 那头发鬼的头发 居然轻偷弱 飞到了你头上 居然是想占据你的身体 可她感受到 你体内的痛苦之力后 你再炸毛 最后 你一声冷哼 头发变得无比贴合 成了你原本的发型 没错 头发鬼的能力 也为你所用了 这次事件解决后 等你们回了调查局 又有新情况发生 那就是调查局 派往精神病院的 调查员出事了 她不但 被精神病院的梦衍杀死 而且梦衍还逃了出来 如走了副队长 公孙雅柔 并在神秘组织的力量下 进化成了S级诡异 将整个绿藤士 都笼罩进她的鬼域 局长温雅仙 头疼了 这相当于 大家都进入了梦境 只有找到诡异本体 才能度过这次危机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她拿出了 被封印已久的 A级鬼旗 一只毛笔 据她所说 这毛笔鬼旗 因为笔仙 只要握着询问 就会写下答案 但也会付出相应代价 一定对让火灵二笑了 放着我来 然而你一把夺过 还是让我来吧 温雅仙瞄懂 看着你一定 是预知到了什么 询问开始 你念叨咒语 笔仙笔仙 你是我的前世 我是你的今生 突然 阴冷之气 从毛笔中扩散 形成了一个女鬼虚影 你问道 这个世界的诡异真相是什么 词言一出 温雅仙等着脸色大变 小凡 你疯了吗 这种问题的代价 你承担不起 结果就是那女鬼虚影 冲和尖叫 再一次醒来 你问了别的问题 我为什么能死亡回答 全世界 为什么只有我能看到诡异 如何才能杀死老婆 死亡数次 你也反应过来了 你先虽然等级不低 但是根本没法 回答那些隐秘 于是 你正儿八经问了 去哪里才能找到 梦言真身 一先终于写下两字 寺庙 火灵尔 也是突兀了 绿藤市大小寺庙 几十家 这不是谜语人吗 而你也感觉胸腔内 一阵巨痛 居然空出了一个大洞 这次的代价 是你的心脏 等再醒过来的时候 你直接问是哪个寺庙 终于得到标准答案 普陀寺 这次的代价 是头颅消失 屏幕一黑 火灵尔跃跃欲试 放着我来吧 可以去平静一下 不用问了 梦言的真身 在普多寺 温雅贤和火灵尔也反应过来 莫非 你已经预知到了 正是如此 于是乎接下来的行动 你们分为两个小队 火灵尔带一批人 负责救援成居民 你在调查局 剩下的人前往普多寺 由于整个绿藤市 变成了梦言的鬼狱 他在路上 用其他诡异 事态重重难关 第一关 便是人头灯笼阵 灯笼会从前方 随机方向飘过来 若不及时躲开 就会被鬼吞噬 你跟大家说 跟紧我 一会儿我让你们跳 就跳 至于你为什么会知道规律 别问 问就是死多了 一次次闪转腾斗中 你带着小队成员 金钱躲过 可到了最后 有个年轻量的女子 灵性有些失控 摔倒掉队 他起立大叫 不 你们快停下来救救我 可看到你们 丝毫没有回头的意思 他目入疯狂 既然不救我 那就一起死 居然是要主动引爆人头灯笼 一旦主动攻击 就被数万灯笼包围 到时候谁都逃不出去 突然一把手术刀 插入他额头 女子怒目远睁 挂了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你出手 大家都松了口气 等到了安全处 有个年轻女子站出来 指着你的鼻子骂 如果你刚才停下来救他 那就不会这么极端 也不会被杀 你为什么不停下来 冷风不满道 什么话这是 如果不是凡哥 你们所有人早都死了 年轻女子反驳道 我们完全可以 多消耗点灵性 和血气之力救他 哪怕多一丢丢风险 但这可是一条人命 还有消烦 他最后攻击灯笼 是他不对 但抛个事实不谈 你就没错吗 大家都跟着你 是因为信任你 你完全可以救他 你为什么不救 你真的冷血 baby 是你 害死他 你呵呵一笑 所以呢 你就这回狗叫对吗 就答是我害死的 你有能打我怎么样呢 杀了我报仇 还是离开队伍自己走呢 你 年轻女子一下将助 要打离开队伍是不可能 没了你 他还怎么在梦魇的鬼域里活下来 立刻对众人道 难道 你们就眼睁上看到他 抛弃队伍吗 这样的人 凭什么当队长 众人都沉默不语 多话的灵性和血气 说起来简单 但这一关消耗过度了 下一关呢 下下一关呢 到最后 拿什么打梦魇 你二话不说带队走人 那女子 咬牙跟上 可你却反问 你不认我当队长 为什么跟着我的队伍 她脸色一身青 一身白 我是要去普通 解决梦魇事件 虽然你很冷血 但我不跟你计较 等彻底解决 我会为死的人 想你讨回弓 耍了一下 荧光闪过 他脖子上 插了一把手术刀 在众人经过的目光中 一叮点头 果然 在这时候 一定要先杀圣 你生活的城市病了 城市中都是诡异虚影 现在SD诡异梦魇 更是用诡异 笼罩着整座城市 为了消灭它 你们闯到了第二关 这是一个游乐园 小女孩 站在游乐场门口 大哥哥们 来玩游乐设施吧 在验证完 你们无论怎么走 都走不出去后 你们尝试着 只得消灭这个小女孩 但无论是你的手术刀 还是张青瑶的火焰 都让她一点办法没有 她越消越开心 哥哥姐姐们 只要玩玩任何一个项目 就可以离开 但每个人都会玩哦 大家脸色 顿时难看起来 这些诡异 显然是规则类的 想要通关 就得绕她的来 你叫出队那一个成员 成行员 你去做旋斩木马 她愣住了 我自己一个人 对 无必担心 我已经看见了未来 其实你在说谎 还没死亡回党呢 你只是单纯 想让她去当炮灰而已 成行员半信半疑上去了 可木马转动的时候 她感觉自己的身体 越来越沉重 原来每转一圈 在上面的人 就会变老一岁 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24岁的小伙子 变成老爷爷了 她狠狠 小凡 你害我 说完 居然召唤出了 一龙一虎 两头虚影 可以的速度更快 一把飞刀插进她脑门 那龙虎也顺势消散 其他队友脸色难看 小凡 你疯了吗 你就是在故意害人 但他们没得悬 见识和你的手段 知道反抗的下场是什么 之后 还有各种可怕的项目 例如断头过山车 真鬼屋 还有什么疯狂创人碰碰车 等实验了所有项目后 你直接一刀自杀 死亡回档开启 屏幕一黑 小楼里哥哥笑道 哥哥姐姐们 来和我一起玩 这玩完任何一个项目 就可以离开 你直接让大家去做了摩天轮 果然一圈下来 大家都相安无视 所有人都震惊看着你 有这样一个队长 安全感简直爆棚 有人说道 肖凡队长 既然已经成功通关 那咱们走吧 恳靴摇头 不急 陪她耍耍 走向小楼里 先是发动了血痛能力 让她转带眩晕 接着用发鬼的能力 把她捆了起来 果然和你想的一样 通关后 小楼里就能触碰到了 你的笑容逐渐扭曲 小朋友 你不是很喜欢玩吗 那哥哥就陪你好好玩玩 猜一猜 哥哥这一刀 会落在哪里呢 小楼里笑了 嘎嘎嘎 没用的哥哥 我和游乐场绑定 是杀不死的哟 哪知听到这三个字 你露出狂喜 姐姐姐 瞧瞧我发现了什么 你这杀不死的鬼 真的太妙了 其他几个队员看你的状态 不由自主吞了口口水 队长这样子 真的没事吗 小楼里只要手术 都落下来之前 都笑嘻嘻的 可等品查到 痛苦之光的能力后 直接面色扭曲 我嘎嘎嘎 你笑了 姐姐姐 就是这样 来 给我感受我的痛苦吧 之后的十分钟 就是惨无人道的感受痛苦 到最后 小楼里起求的 看着其他队员 哥哥姐姐们 你们救救我 有人面入不忍之色 但一想到这货之前 虐杀他们的可怕模样 就和他心来 更关键的是 小坟的样子 太可怕了 比诡异还诡异 他们生怕上去阻止 把自己都搭上了 到最后 小楼里和游游乐场 一起消失 你们一行人 终于来到了 普陀寺的山脚下 和面前 却出现了一大片坟地 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墓碑 就穿过去 才能上山 坟地门口还有个牌子 死人禁地 活人入内 很显然 这是第三关 这话给冷风逗笑了 这坟地 不应该是活人禁地吗 怎么还反过来了 可进入后 诡异的事情发生 因为大家赫然看到 一座墓碑 冷风之墓 一直同时 一直是由破土而出 从棺材里钻出的 赫然就是冷风 他在看到 外头的冷风时 类似大便 你是谁 就像长得后一模一样 他连忙对你说道 凡哥 我刚才和你走着走着 眼前一黑 就到了棺材里 外头这个是诡异啊 你身边的冷风 也连忙解释 凡哥 别听他胡说八道 我一直和你在一起 你知道我的 我最喜欢的电影 是放后私人授客 还有超人大招猫女 蝙蝠下靠大小丑女 然而 你直接把手术刀 一刀砍在身边的冷风身上 他化成了飞灰 大家都震惊了 是怎么分辨出来的 你说 我没分出真假 只是他离我比较近而已 不过运气好 选对了 解决了诡异 大家正准备走呢 可突然 面前又出现墓碑 张庆瑶之墓 摇摇脸色一下就白了 联盟产生出火焰 你看 我会有能力 我不可能是盗版的 可谁知啊 棺材里的张庆瑶章出来后 约打出了火焰 你毫不犹豫 一刀干掉身边的 果然 他化作飞灰 而大家也发现了端倪 有人总结道 看来这次的诡异 应该具备 神不知鬼不觉 将拉入棺材的能力 然后画画成一个 一模一样的混在队伍中 接下来 越来越多的坟墓被找到 身边的冒牌队友 被你一个个干掉 直到有人发出一声尖叫 啪 这是 大家赫然看到 是肖凡之墓 一个一模一样的肖凡 站在你面前 你看到这一幕人傻了 坏了 我成气身了 棺材中的肖凡下令 杀了他 众人出手直接围攻你 隐隐抱了手术刀 鬼气传山 可对面的肖凡 虽然也开始变身 很快 十几位御灵师 嫁一个你 围攻你自己 你挂了 人再醒来的时候 是坟地外面 你疑惑了 被干掉的人 会变成飞灰而不是尸体 那说明身边的人 就是假的 棺材中是真的 可为什么人到了你 棺材那是假的 外面就是真的呢 于是 你在大家身上 都直落一根发丝 嘱咐大家 连着发丝的才是真货 看到墓碑后 一路是宁笑 姐姐姐 这次所有人 都被我用发丝连接 足以证明我的真伪 我倒看看 你能耍什么花样 嘎嘎嘎嘎嘎 正笑着 突然眼前一黑 等你再回过身后 赫然是在棺材里 而发丝也没有了 这时候 外头也传来一道 熟悉的声音 嘎嘎嘎 这次所有人 都被我用发丝连接 足以证明我的真伪 我倒看看 你能耍什么花招 嘎嘎嘎嘎嘎嘎 你怒了 这诡异居然如此狡猾 上一次 所有人 都以为棺材内是真的 这一次自己做了准备 他将让所有人 相信外面是真的 把自己拉进棺材 结果不用都说 你死了 等再次醒来后 你让大家不要进去 一个人静 又找到了消凡之墓 这次在棺材中 果然又出现了一个消凡 因为实力相当 打起来不分胜负 到最后 手术刀护士箱 插到对方脖子上 同归于静 而与此同时 死亡回等后 你也终于领悟了 因为脑海中 多了两道记忆 棺材内不是诡异 也是你 门口那个牌子上 写的就是提示 死人禁地 活人入内 这个坟地里 只有活人 没有死人 一进入坟地 人就处于生与死的 叠加状态 一个在外 一个在棺材内 但都是那个人 只要有一个死亡 那这个叠加态 就朝着死亡坍塌 反过来说 只要和另一个 自己一起联手 走出坟地 乃就能活下来 悟通了这层规则后 你跟伙伴们 分享这个消息 大家看着另一个自己 感觉都有点惊悚 但在你的嘱咐下 大多和平相处 于是乎 一个诡异的情况 发生了 两个小凡 带着同样两辈的队友 一起行动 直到走入坟地后 两个你同时发出光芒 二者合一变成一个人 其他人也是如此 可唯独那个 成心源的人 留在里面 仔细一看 他们居然打了起来 其中一个说 你疯了 为什么突然出手攻击我 哼 离开的是你 而不是我 你是外界的成心源 而我是棺材中的 你是生者状态 我是死者态 一旦出去 只留下生者 而我会永远消失 生者成心源极了 你说什么胡话 咱俩本来就是一体的呀 于是乎 他们俩 永远都只能留在这里了 你叹那口气 哎 果然又说太聪明 也不是什么好事 说完 不离婚二人 带着人上山去聊 你生活的城市病了 整座城市被诡异笼罩 为了解决诡异 你们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关 上山时候 你嘱咐大家 要踩基数格子的台阶 冷风很好奇 反哥 为啥 这台阶是诡异的舌头 山顶的鸿门 则是诡异的嘴 一旦踩到偶数台阶 最后触发杀人规律 他会活过来 用舌头卷起所有人吃掉 听闻此言 众人不寒而立 众狱行人 小心翼走了山顶 而面前 则还有最后一关 一头恐怖的树摇 每一次砍到他的树枝 都会断枝重生 这是一头拼消耗的诡异 你甚至 如果在这上面 消耗太多痛苦之力 那将无力面对 S级梦魇 到这儿 该发挥炮灰队友们的价值了 且有了你们一路 也该发挥余热 打架上 一个男人恐慌道 不 这树摇这么强 我们上去会死的 小凡 你不是能预知吗 你倒是预知呀 要让我们全部活下来呀 你太大口气 真的是救你们太多次了 现在少一次没救 反倒成罪过了 听到这话 大家心中一灵 是啊 面对诡异事件 哪有不死人的 S级的诡异 正常队伍团灭都不过分 可他们能连过好多关 还能平安到现在 几乎算是奇迹 靠的都是你这个队长啊 而现在 一旦要出现伤亡 真刀正枪了 他们反而无法接受了 以为是你的失误 生命恩 斗米仇 你冷哼 我知道你们中 肯定还会有人这么想 这一次机会我给了 但下次 还要有人这么说 会死人的 现在都给我上 我说的战斗是异常惨烈 因为这是目前唯一一个 不依靠规则 只能正面打的诡异boss 你的手术刀 切了这条后还能复生 头发 也对着出正的树枝 没有啥效果 妖西的火焰对他来说 倒是能有点重 这可惜输出太少了 众人是打得越来越艰难 眼看着 你就被逼中有痛苦之光 闹铃却响了 你只感觉背后被人拍了拍 凡哥 麻烦让你了 没错 这是鸭王变身后的冷风 105恒常战场 简直没有对手 那这条抽打过来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要知道 之前就有好几个队员 丧生在这枝条下 可结果呢 被冷风一只手轻松拿捏 就撤 我怎么说 之后 就是冷风的个人秀 可见到束腰被干掉之际 他就要怒吼 主人救我 这时 一股恐慌开始蔓延 一个浑身黑烟笼罩 长得一双血色双目的生物出现了 没错 这是梦炎 如今的他 吸收了整个绿藤式的恐惧 进化成了SD诡异 双手一挥 再上所有人身上 又燃烧起黑色火焰 那是恐惧之火 冷风一看 果断发动二级能 反格救我 可你压根没受影响 你看那火焰 以恐惧为燃料 你丝毫没有这种情绪 自然烧不起来 梦炎道 你果然不惧怕我 你笑了 非然不怕你 我的伙伴也不怕你 说的 你开启了血童 给冷风设下了幻术 而这一下 他居然丝毫不怕 还自个秘密朝梦炎走去 梦炎怒了 你干的什么 后没啥 就是对他用了点幻术 那他眼中的你 变成了美女而已 梦炎都快吐了 只能赶紧跑 以此从时 接触着黑火 其他人都放松下来 看到冷风满场追着梦炎跑 也纷纷佩服不已 太牛逼了 这男人 连鬼都要上 猛啊 梦炎才是撤退 可情况却并没有好转 因为四周围上 一大堆丧尸烟的毒 正当大家以为 还要打人海战术的时候 英雄闪亮登场 没错 这是队长火灵尔 看着音响出现了 这歌声 能够驱散人们心中的恐惧 那些鬼奴 也都是被梦炎 用恐惧操控的普通人而已 被音乐一打乱 自然也都纷纷晕了过去 火灵尔笑道 诸位辛苦了 你问起火灵尔是怎么来的 这一路上的难关 也就是你有死亡回党 正常人怎么可能 这么容易过关 火灵尔说 别提了 他在坟地被人给骗了 到了之后 结果看到了自己的坟墓 然后从棺材里 跳出来个一模一样的人 不仅和他说话一样 还模仿他的脸 这个还能忍 果蛋干了一架 不过大战三百回合后 谁都打不过谁 说停战 结果对面和他想的也一样 停战后大家都笑了 然后越聊越投机 后来发现 他们俩的兴趣爱好 简直一模一样 当时就感觉是碰到了自己 还约好一起去打梦魇 可以一处坟长 那姑娘就不见了 莫名其妙 这都行 那上山路上的台阶 你怎么过的 台阶啊 哦 我当时心急如焚 当然是跑着上来的呀 一不估计也就四五个 要么就是三四个 这谁知道啊 你无语了 这都行啊 这幸运能力也太变态 火灵儿摇摇头 不是幸运 我已经进化了三阶能力了 现在叫天命 哈哈 我就是天命而生 来终结着 诡异时代的救世主 你突然想起来了 当初在精神兵院办公室 看到那封信 上面写着 被天命眷顾之人 想知道世界的真相吧 当时还以为说的是自己 现在想来 恐怕这封信 是院长留给火灵儿的 细思恐急 孟严也是从精神兵院 跑出来的嘴意 这说明精神兵院院长 恐怕针对火灵儿 这位天命 又巨大阴谋 你和火灵儿一路追 终于找到了孟严 可突然这时候 公孙雅柔杀出 二话不说 就对着火灵儿出现 你疯了 对我出手干嘛 雅柔呵呵一笑 你这做妄道 细无想骗我 一朝觉醒入三阶 今日风之我是我 看他背后的孟严 你全都明白了 肯定是公孙雅柔 被孟严如走后 洗澡控制 得了 那还说啥呢 火灵儿vs公孙雅柔 那孟严就只有你来对付了 打斗太少经济 我们就不夸了 经过一番自协战斗 你的灵性见底 孟严也顺势入侵到你体内 他想要补齐自己的肉身 而你 雅柔 火灵儿三人 就是他选中的肉身 遇知未来 急速 天明着三大能力加深 到时候 也让院长看看 谁 才是他最得意的作品 他早有准备 知道你的心灵 本就扭曲无比 很难污染 但是他有上万 十万人的意识 吸收了绿腾 是数十万人的恐惧 让这些恐惧 轮番去消耗你 这波数十个对一个 有时在我 而你也能感觉到 自己的心灵中 出现了无数人的意识 无数人的痛苦嘶吼 孟严大笑 嘎嘎嘎嘎嘎嘎 笑反 就算你一直在坚定 这数万人 磨都磨死你 很显然 孟严成功了 你的意识体开始动摇 记得通了昏沉 失去身体控制权 自身自杀都无法做到 等待你的 似乎只有 意识消散这一条 与此同时 梦严身上冒出黑烟 由于你身体内 他要帮你提升灵性 方便地露出后 身体能力增强 对于他来说 你的身体就是他的 他不允许 自己的身体太弱 而且 一阶的预知未来 都这么强了 那二阶的呢 毕竟他夺射后 你的能力就无法提升 而在你的意识中 你感觉好累 无数次死亡回荡 无数次重生 早就让人感觉疲倦 和意识愈发不微弱之际 你想起了一个人 老婆还活着 我怎么能独自一人死去 更何况 心虚这种程度 我怎么死啊 包裹着你的意识体 出现裂寒 梦严大惊失色 不可能 数完意识体 都限制不了你嘛 你一下不快限制 这位黑武 疯狂朝铁量聚集 梦严几呼 这是什么东西 你笑了 这是 你带给绿藤士的痛苦啊 说起来我还感谢你 帮我升级到了二阶能力 让我可以吸收痛苦 梦严 你还狂变 你的能力 不是预知未来嘛 你是双能力 可你笑了 伸出一只手 掌心 形成黑洞般的球体 风空吸收黑武 梦严上上的攻击 却被一下弹开 不 不可能 你个二阶预定师 怎么吸收这么多痛苦 姐姐姐 我吸收了 是整个绿藤士的痛苦啊 我还得谢谢你 你在我身体里 你控制了鬼欲 连接着所有人的梦境 而我也正好进入这个通道 吸收了所有人的痛苦 好了 现在 就当是为了整个绿藤士 请接下我的一拳 好吗 之后梦也被干掉 霍灵儿显胜公孙雅柔 你也安全回到了调查局 好了 老婆婆看不见你第一季的故事 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 完结杀花 目前的改编进度 对应原作第145章 原作后续也很精彩 院长到底是谁 他为什么知道诡异 针对火灵儿队长有什么阴谋 主角又该怎么应对 在后文中都一一有无所解答 感兴趣的 可以在范奇小说手机段 搜索 老婆我看不见你 第一个就是了 目前来说的这部小好说 主角杀花果断 可以说是现在网文圈中 比较少见的一个回席 可以见观看 那么我是周周 我们下个系列再见 拜拜 你醒来的时候 看到天花板上 全都是用雪字写的 别让他们知道 你能看见 你懵了 到底是谁 在你家天花板上写字 然后下一秒 老婆进来了 老公该吃早饭了 你刚想回应 可马上愣住了 因为在你记忆里 对这个女人一片空白 老婆的称呼没有 叫我们记忆没有 特长爱好 和喜欢的姿势都没有 这老婆到底是哪来的 时间很快过去两个秒 老婆很有耐心 笑眯眯看着你 温柔的无可挑剔 可你却感到毛骨悚然 你是谁 这话问出 老婆的笑容变了 发出压抑不住的狂喜 嘴角一到耳后跟 你看得见我 没给你反应的机会 一口就把你吃了 你死了 等再醒来的时候 天花板上还是那些血字 千万不要让他们知道 你能看见 你留下冷汗 这不是梦 这一句话是提示 接着老婆又走了进来 还是那么温柔 老公该吃早饭了 你现在假装看不到 可老婆根本不按常理出牌 一下操到你脸上 下一秒 四目相对 她发出压抑不住的狂喜 你看得见我 你又一次被吃掉了 第三次醒来的时候 你已经完全明白 天花板上的血字 是什么意思了 都是重生之前 无数个你留下来血的教训 而你也应该拥有 某种死亡灰挡的能力 这次你开始刷手机 看自己的各种小姐姐 旁边有声音传过来 老公 你怎么当着我的面 看其他女人呀 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你松了口气 应该没问题了 可发现到下一个视频的时候 你愣住了 因为那里的小姐姐 竟然是老婆 你看得见我 屏幕一黑 你又死了 第四次重生 你索性闭上眼 期间 你听到老婆过来 喊你吃早饭 可能是你没反应 她的脚步声越来越圆 一直过去两个半小时 你才睁开眼睛 整个房间内 一个人都没有 你松口气 看来不理会 这诡异就行 可当你坐下床后 却发现 背后传来一个温柔的女声 老公 你醒了呀 一回头 床单上 老婆居然就跟一张纸一样 吸附在上面 我操 你吓坏了 难道刚才那两个半小时 你一直压在老婆身上吗 老婆狂喜 你看得见我 接下来 你经历了各种死法 比如说在上厕所的时候 老婆突然出现在马桶里 打篮球的时候 老婆出现在篮球上 又或者突然出现 吓你一跳 只要你表现出 又看到她的迹象 就会死亡 但反过来说 你只要知道真的无视她 哪怕是直接从她身上撞过去 也不会出发死亡flag 在没发现到 你能看到她之前 老婆是无法实体化的 直到死了145次后 你的意志 已经跟钢铁一样了 在做出房门之前 老婆也出现在门把手上 可你的表情没变一下 开门 走出 一气呵成 这一下 外面就都是 充满阳光的世界了 前方充满着希望 可你忽然僵在原地 阳光照在身上 感受不到丝毫温暖 街道上 无数猙獰恐怖的 诡异生物灵力 放眼望去密密麻麻 除了这些意外 天空上 则是真正的恐怖 又巨大的 长满出手不可名义的黑影 还有长出了两只 血脉翅膀的血色毒眼 又或者是 身穿喜福的兔头新娘 这个世界中 人类好像才是异类 你笑不出来 这时候一个小女孩问你 叔叔 你怎么了 是生病了吗 小女孩嘴里吊着棒棒糖 绑着双马尾 看来这个世界 只有你能看到这些东西 其他人都是正常的 你强忍地恶心笑着说 我没事小妹妹 还有要叫哥哥 可下一秒 小女孩脸开嘴巴露出狂喜 你看得见我 可你却没像以前那样惊恐 而是开始狂笑 比起你之前的样子 我还是更喜欢你现在 小女孩愣住了 这个人类 难道是疯了吗 你笑道 因为这样以后杀起来 就不会有任何负担了 接着屏幕一黑 你又死了 再次出门后你学乖了 小龙女叫你不回复 在路上你有新发现 那就是 诡异能看到人类 但人类就看不到他们 他们企图融入人类的生活 经常在别人耳边低语 你意识到 或许 有些人的幻听免花什么的 很可能就不是错觉 所以千万不要回应 接着 静止走向公司 可刚到你就傻眼了 原本的公司 变成精神病院 不对 仔细观察下 精神病院和公司 处在叠加状态 病院的虚拟 公司的现实 和诡异一样 只有你能看到 在病院中行走 一路上 周围都是干涸的泻剂 还有腐烂的碎肉 在特护病房 你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例如104号病房 有个小女孩 正全坐在角落 看不清面容 特护病房有十几天 这说明 医院内 至少公园着十几只诡异 除此之外 你发现 114 514 以及177号病房 全是打开的 里面什么都没有 就好像 有东西跑出来 快要不朝着院长办公室走去 明明中有声音告诉你 一定要去那里看看 这时候有人喊你 嘿 小凡中原来上班了 原来 是你走到了现实世界中 公司的办公室 喊你的人 是同事冷风 主管 是公司老板的儿子 有名的富二代 换屏时 你在他面前那个屁都不敢放 他话还没说完 你就冲进了主管房间 在你眼里 这就是精神病院长办公室 可没想到 打开门后 主管 居然和女秘书在肉搏 你没管他们俩 走到桌子前 上面有一份文件 写着 被天命眷顾之人 想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吗 想知道诡异是什么吗 那就去精神病院 C栋520房间吧 当你找到真相的时候 也是你做出选择之时 出个破口大骂 小凡 你小子疯了 赶快我的好事 可你压根不理他 转他就走 但就在这时 一股诡异力量降临现实 精神病院 居然在现实里实体化了 其他员工吓得精神尖叫 可不可以都主管皱眉 该死 诡异怎么降临了 他向大家解释 这里属于异次元空间 简单来说就是诡异的地盘 只有觉醒能力的御灵师 才能救大家出去 冷风提问 御灵师是什么 根据主管的解释 每个人的心灵 都像一颗夜明珠 平时蒙着灰神 等擦去后 就会出现灵性光芒 那心灵之光 便是御灵师的能力 每个人的能力 不会根据自己内心 最深处的渴望 有所不同 那块擦去心灵之光的布 就是和诡异战斗 这时候 大家忽然发现 人群中 有个叫王小利的人不见了 冷风吓坏了 不 是鬼出现了 大家都瑟瑟发抖 主管枪中镇定 大家别慌 鬼杀人都有固定规则 我们找出他的规则 能活下来 可又一会儿 大家发现 一个叫贾亮的人 无声无声消失了 接着人越来越少 一个个消失 主管的女秘书哭着拉住他 我不想死啊王少 你特别问我 我问谁啊 忽然这时候 你开口了 两到三分钟 什么两到三分钟 你继续说 准确来说 是女人两分钟 男人三分钟 刚才王小利消失两分后 就轮到了贾亮 他消失三分钟 才轮到下个人 这鬼异 是按时间杀人 得知这点后 你们一起 从病院外走去 路上 看到地上的碎肉 才知道 为什么男人消失三分钟 因为鬼异 是根据肉料计算的 男人肉多 吃得慢 女人肉少 吃得快 而就在这时 三分钟到了 大家只看到 一位披头三发的女护士 出现在了女秘书身后 接着他就被偷走 救 救我 可富二代 看都没他看他一眼 直接跑了 在你了解了杀人规律之后 反正他不慌了 走到女护士旁边 有什么好怕的 被老婆都吃了一一次五次了 摸了摸他的腿 按着富二代所言 会诡异接触 是嘴请方式的话 摸腿是最直接的了 给一旁的冷风都吓尿了 不是 鬼的便宜都敢站 你摸了一分钟 啥事都没发生 转头 带着冷风就走 快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可没走几步 女护士就追了上来 你傻眼了 难道自己误判了杀人规律吗 回头看到女秘书的尸体 瞳孔避震 只见那血泡中 赫然还残存着 几大块硅胶 万万没想到 会失误在这点上 接着一人头落地 死了 等再醒来的时候 手还刚搭在女护士腿上 并没有回到老婆旁边 存档点刷新了 没敢继续留一分钟 而是直接跑了 很快 你追上了抢先走的富二代他们 他们也不是跑得慢 而是遭遇了鬼打墙 在精神病院中迷路了 这受女护士追上来 富二代眼睛手快 故意伸腿绊倒了你 其他人都惊态了 冷风问道 天啊 王上你干嘛 富二代咬牙 要不是这消烦 大家也不会陷入绝境 他留下 鬼就不会追我们了 我这是为了救你们 说完碰得下 关上了走廊大门 看到门后面 他们一个个恶意 幸灾乐祸 或是愧疚的脸 你笑了 真没想到 人会比鬼还可怕 多谢你们 下一次 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们 只在这时 女护士追了上来 下一刻 你死了 又一次重生 你的手 搭在护士大腿上 这一次 你和冷风 穿上富二代后 抢先一脚 绊倒了富二代 冷风都看呆了 凡哥 你这是 你呵呵一笑 我这是为了救你们 其他人趁机跑了 冷风 看你还留在原地 干嘛呢凡哥 你的手 已经摸上了 女护士的大腿 摸大腿啊 这次摸了两分钟以后 你能清晰感觉到 自己体内 多了一股气流 这是一种 灰蒙蒙的心灵 被擦亮的感觉 下一刻 你抱着着一股光芒 与此同时 你得知了自己的能力 你愣住了 因为你的能力 是痛苦 难道 你内心最渴望的 就是痛苦吗 痛苦之光 伤害别人 可以让对方感受痛苦 你懵了 这不是废话吗 这也叫能力 可很快 一懵懵回忆涌上心头 那是 一次次被老婆杀掉 或者被女护士吃掉时 痛苦的记忆 直到这一刻 你才彻底明白了 自己的能力 到底是什么 能将自己所经历的痛苦 施加给别人 让对方感同顺受 你笑了 太棒了 这个能力 简直太棒了 从现在开始 让世界感受痛苦 终于在干掉了 第一个诡异女护士之后 你拿到了她的手术刀 可不了这时 女护士没死 在她的追赶下 你和伙伴冷风 一路逃亡 很快到了一个出口 上面还挂了个绿灯牌子 安全通道 女护士看到这个指示牌后 好像是在害怕什么 掉头就跑了 你疑惑了 按照正常逻辑 这扇门背后就是生路 可等你刚出门 就愣住了 门外居然是一片光明 而且大街上 和天空中那些诡异 全部都消失不见 世界好像恢复了正常 你又狂奔回到家 结果家里的老婆也消失了 更加诡异的是 第二天上班 主管夫人太夫活了 公司里的人 一个没少 好像昨天发生的一切 都是幻觉 女秘书给你打个招呼 哟 肖凡来了 你走上前 对他捏了捏 嗯 温热 其负有弹性 这时候主管走过来 指着你的鼻子破壳大骂 肖凡 怎么今天才来上班 我扣你的勾 话还没说完 一道荧光闪过 是你用手术刀 把他脖子给抹了 可周围的同事们 却没有露出惊吓的表情 反倒是身体膨胀扭曲 似乎变身 你先下手为强 把他们的脖子 全都给抹了 呵呵笑 还够了嘛 玩够了的话 就出了吧 瞬间 所有的尸体都消失不见 空间如同镜子般破碎 那碎片背后 刻着是精神病院的 逃生通道 而那个安全通道 直视牌还挂着呢 对面 一个被拢着的黑袍中的鬼影 正直勾勾盯着你看 人类 你是如何看成梦境的 你笑了 你的梦境很真实 并且你也很懂人类 可惜你不懂鬼焦 幻境被迫 这诡异也没了别的手段 这种被缓缓引去 消失不见 理解了前因后果后 你还是有点后怕 这应该是一只 可以触控幻境的鬼影 而他的能力 也仅限于控制幻境 不然还任何一个 能打正面的 自己都得死 这次 你们走出精神病院后 外面总是恢复的正常 天空上 是兔头新娘和血眼 城市中 都是淋漓的鬼影 一个冷风聊过天后 基本确定了 那就是 这些鬼影只有你能看到 回到家后 你见到了温柔的老婆 老公 你回来了呀 吃饭了吗 要不要我下面给你吃 你笑着点头 嗯 我回来了 老婆顿时露书压 一步之狂喜 你看得见我 一到荧光乍现 你一挥手术刀 这一击 还饱含了漆黑色的痛苦能力 可下一秒眼睛一黑 再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家门口 这代表着两件事情 一是存档点刷新了 二是老婆的真实实力 远远比想象中更可怕 你选择了无视老婆 在房间内 睡觉吃饭打篮球 第二天 有人上门来访 他开门见山 表示自己是全球诡异 事件联合调查局的人 名叫张庆尧 也就是对抗诡异的官方组织 老婆这时候钻出来温柔道 老公家里来朋友了呀 姚西照常和你聊着天 好像看不见老婆 还给你科普了 诡异相关的知识 例如御灵师的力量等级 从低到高 一公分为一到五级 你是最低的一级 还有御灵师可以使用诡异 例如那把手术刀 只有诡异才能对抗诡异 这时候你问 你看得见我老婆吗 张庆尧懵了 什么老婆 啥都没看到呀 你回头说了一句 老婆 我看见你了 老婆果然容出狂喜 你看得见我 接着 她的头发开始活动 像是一条扭曲的蛇 在空中黄舞 张庆尧懵打出两个火球 却被老婆的头发轻松挡住 她骇然 这种级别的诡异 根本不是她能够对付的 刚下跑 头发一下刺出她胸口 直接挂了 你没着急 连忙扑在张庆尧身上 搜东西 身后传着老婆的声音 老公你在找什么呀 需要我帮忙吗 接着屏幕一黑 你再次出现在家门口 还是睡觉吃饭打篮球 老婆一如既往陪在身边 等到第二天 张庆尧再上门 这次你准确报出了 她身上带着一支钢笔 还有一个配饰 以及她的能力是火焰 并坦言自己的能力 是预知未来 张庆尧还是有点不敢置信 你说刷几笔 写下一串彩票号码 114514 这是今晚的开奖号码 你当然不知道什么彩票号码 不过不要紧 今晚看过后 你就知道了 摇摇皱眉 萧先生 树直言 彩票都是七位数开奖 你这六位数是 你呵呵一笑 再次加了一个数字 放心吧 肯定是对的 如果号码不对 我愿意抵命 她这下不信也信了 将你带到诡异管理局 局长温雅贤 亲自接待了你 可突然传起报 说是一队队长火灵儿 在诡异交手的时候 出了意外 重伤归来 副队长公孙雅柔却死了 周围人一润纷纷 从他们的讨论身中 以得知 原来队长火灵儿 和副队公孙雅柔 从刚入局的时候 又竞争不断 公孙雅柔是公认的强 疯狂窜息 结果就落败 失去了队长之位 但两人一直都心心向西 可以说是至交好友 火灵儿情绪格外低沉 他魔震了一样 要是我能早点到 要是我能早点到的话 这是平静开口 先让公孙雅柔复活吗 局长和张庆尧都愤怒了 小凡 你到底在胡言乱语什么 可只有火灵儿 四四盯着你 你真的 能让雅柔复活吗 你点点头 只需要告诉我 当时的情况 在火灵儿的描述中 是副队长公孙雅柔 在某处郊区废弃工厂 先发现了一只鬼异 火灵儿连忙赶过去支援 可他还没赶到的时候 雅柔先和鬼异发生战斗 却不料 有一只影子鬼 在背后突然发动偷袭 等火灵儿赶到的时候 雅柔已经不幸生死 你点点头 很好 接下来把手机号码给我 并告诉我一个秘密 火灵儿蒙了 但他还是说了 当初和雅柔争夺复队长资格的时候 其实是他下了解药 只不过他的能力是幸运 压根没人怀疑过他 大家都惊呆了 队长原来这么损啊 看你这么信誓旦旦 张庆耀忍不住说 现在呢 你知道又怎么改变未来 直到晚上 八点彩票开场结果出来了 3141592 和你的完全不一致 张庆耀笑了 你怎么解释 不是说错了就抵命吗 你呵呵一笑 手术刀刹到脖子上 小某说到做到 张庆耀惊呆了 这么言而有心的人 现在不多见了 再来一次后 这次的存当点又刷新了 这是张庆耀 刚带你到鬼地管理局的时候 你突然停下来 张庆耀问 怎么了 前方走廊拐角处 有两个工作人员撞倒 张庆耀还没反应过来 两个工作人员就撞到一起 你又指了指旁边 左属第三排的女人 会洗身接咖啡 倒属第二排的男人 会把文件砸掉 至于系列的精准语言 张庆耀惊呆了 这是真正的预知未来啊 连忙去找局长报告 与此同时你打了个电话 那头正是一队队长火灵二 对方在听到你精准 报出他的小秘密后 神色越来越震惊 等挂了电话后 张庆耀已经到了局长温雅贤过来了 你开门见山 表示 虽然你是地级预理师 但需要C级的工资 不但如此 每次出任务 还要额外给你劳费 局长皱眉 这要求未免太过狂妄 嘿 温局长 看来还没意识到 我这份能力的价值 不要紧 我送你一份大礼 话还没说完 温雅贤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电话拿到他的火灵耳咆哮道 局长 这次他非栽了不可 这下温雅贤和张庆耀 是不信也得信 温雅贤 直接把你的档案定级为S级 顺利在诡异馆里去入职成功后 你回到了家 老婆依然在门口温柔迎接你 静止走过去 接着就是睡觉 吃饭 打篮球三件套 等到半夜的时候 忽然有人敲门 所以谨慎 你通过门上的猫眼观察 你就赫然发现 猫眼中 是一只满是血色人眼 接着你眼前一黑 等再醒来的时候 是一间破旧的仓库 被反绑在一张椅子上 不远处 还摆满了各种形状 和一台搅拌机 在你的视角中 这里还有不少 猙獰恐着诡异的游荡 只是 被你看见之前 他们都无法险行就是了 这时候 一个男人 林子阳走了过来 他笑了 嘎嘎嘎嘎嘎 没想到 我这血灵眼 还真好用 消烦是吧 你的确很厉害 还受到诡异管理局的器重 可惜我表弟死了 所以 你也得死 你很平静 一点害怕都没有 你表弟就是那个王少啊 林子阳笑了 你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我给表弟报仇 会找上你呢 明明 你们只是一起 在鬼域中逃生而已 你却直接坦然承认 没错 你表弟是我杀的 你继续道 你表弟就是我杀的 我先出手偷袭他 让丧失了行动能力 他在被吃的时候 我就在一旁看着 林子阳暴躁地剁脚脚 你该死了 你知不知道 这样子会显得我很呆啊 他狠狠咬牙 拿起把电锯 我倒要看看 等你奄奄一息的时候 嘴还是不是这么硬 你笑了 转头看着空气 会 你们看半天了 是不是很想吃人呢 林子阳懵了 你在跟谁说话 狂一啊 你看不见吗 然后下一秒 这个仓库内空间扭曲 凭空 出现了好几只诡异 林子阳 在眼睛中看着自己 被这些诡异们淹没 当他再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家里 这时候敲门时响起 是时候让林子阳感受痛苦了 此时 他站在门外 已经将眼睛贴在猫眼上 只要你通过猫眼观察 就一眼 就会爆炸 可等待他的 并不是什么人类的眼睛 反而是一把手术刀 从猫眼中插了过来 我 凭凭凭 林子阳晕了过去 眼前一黑 等他再醒来的时候 双手被翻盲在椅子上 旁边 还放了很多刑具 和一台搅拌机 你拿起一把电锯笑了 好了 接下来回答我 一千几七 我上 也通过考打 让林子阳供出了 他背后的组织 名为光明俱乐部 林子阳喘息道 我都说了 该放过我了吧 你呵呵一笑 不要搞错了 我可没说过 你说了我就能放过你 又是十几刀下去 林子阳 特地放火 他的一只眼睛 变得通红 猝不及方向 虽然跳出来 轻入了你眼睛里 你闹海中想起他的声音 嘎嘎嘎 你那黑头盔 没有骗我 热肉苦弱 我一飞升 老子成了 放心 小凡 我不会明白你的意思 我叫你 永远持续在身体内 感受痛苦 你笑了 让我感受痛苦 林子阳不信 可他在你的精神意识中 看到了什么 这真的是人类的心灵吗 这 这小凡 绝对不是人 他比诡异 还要诡异 想逃 已经来不及了 平米黑 等你再张开眼的时候 一只眼睛已经血红 你笑了 原来这就是林子阳的能力 血童 可以对敌人 发动精神冲击 和制造幻觉 收拾完它后 你在他的住处 还搜出了一本笔记 和一件 鬼气 青铜烛台 在那后台 光明俱乐部 迟早找上你 你决定先下手为枪 来到一间酒吧 这里是预龄师 互相交换信息 和材料的地方 和服务生对我暗号后 他将你带到一间密室 业务部经理接到了你 你直接开口 我要杀人 光明俱乐部会长 经理介绍到 光明俱乐部会长 是二级预龄师 他有一大票小弟 要5000零币 你皱眉 那就先杀他表弟好了 表弟的价格是200零币 经理说 客人 你可以下载杀了吗APP 这里会实时更新 暗杀进度 另外还需要签一份合同 这合同 付带诡异气力量 无论签啥名字都行 与此同时 经理的手机发出播报 您有新的沙冷门订单 紧急事处理 经理抱歉一笑 不好意思客人 来新订单 您继续 你看着他一眼 在合同上写下一个6 第二天 去诡异调查局报道 局长温雅先给你下了最新任务 让你 冷风和资深调查员张庆尧 组成组队 去一个名为黑水村的地方 解决诡异 据说 这村子经常发生淹死人的事件 所以调查局初步判定 这里极有可能存在诡异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冷风也觉醒了零能力 不过很拉底 这11点过后 身体素质率未提高 性能力提升至爆表 张庆尧无语 这啥破能力啊 一行人很快到了黑水村 可让人意外的是 这里的老村长 虽然年老 但却没有一根白发 头发又黑 你们一行人住校后 当晚就发生了诡异事件 凌晨3点 你耳边传来流水的声音 醒来后 发现自己床 居然在移动 准确来说 这里已经不是房间了 而且在河水之上 往旁边一看 张庆尧 冷风的床都飘在上面 而床移动的方向 这是黑水河中心的一个漩涡 冷风一下就慌了 关地时刻还是个拟靠谱 让冷风和张庆尧 都到你床上 掏出早就准备好的钩爪和绳子 一头连着床 一头穿上岸边的树 这才停下来 张庆尧开口道 漩涡消失了 你就满脸凝重 漩涡消失说明什么 说明鬼移不是漩涡处 而是找上门了 果然 又几只黑色的手 抓住床腿 正在缓缓往下拽 没多久 你们就都掉到了河里 河水很冷 体力迅速流失 可鬼移却没动静 冷风刺刺发抖 凡哥 这鬼移怎么不动手啊 他在等 等咱们陷入虚弱 很显然 只要你们虚弱的一定程度 那变成了鬼移动手之时 你让张庆尧点起火球 当到热源 保存体力 张庆尧道 以特的蓝量 绝着火焰 最多十分钟 现在 就是饮针止渴而已 要是蓝干了 回现身怎么办 你笑了 无所谓 我会出手 张庆尧是一百个不幸 在他眼里 你的能力是预知未来 一个预言家 总不能跳脸吧 还没得他说完 你一头扎进水里 直接开始血瞳 终于看见那些黑手是什么 那都是黑色的头发 而头发的来源 正是水里的一对女尸 站到的画面 他说经费就不展示了 结果是女尸 想让头发缠住你 可你血瞳一开 他就发出惨叫 被你一刀削手 直接挂了 可那些头发 却仿佛活的一样 从尸体上脱离 瞬机消失 你也反应过来了 女尸根本不是诡异问题 那头发才是 等了第二天 大家商量对策 你让调查局 直接派一支科技别动队过来 张庆尧疑惑道 你找普通人 过来有什么用 能对付诡异吗 你笑了 要用科技对付魔法 把水抽干了 那诡异不就无足可逃了吗 冷服和张庆尧都目瞪口呆 这都行啊 在别动队来之前 你们再一次拍插了黑水村 可惜一只鬼都没发现 黑水村的村民们 除了头发比较黑以外 没有任何问题 你问村长 老人家 你怎么保养头发的呀 这么黑亮 村长疑惑了 老头子我头发都白了十年 哪里黑了 这话一出 张庆尧和冷风毛骨悚然 你表情不变 不好意思 我看错了 过了几个小时 一群特种兵 带着好几个抽水笨过来了 与此同时还一男一女 两个旅行者在和别动队争执 抽水笨的作用下 河水被抽干 河底只留下一些小水蛙 还有蹦大的鱼 你用血童一轮搜索 指了一处小水蛙 咬咬 你用火焰轰症 张庆尧没有犹豫 预言家指哪打哪 火焰炸开 我咬咬咬 一顿头发破土而出 在你们注意力 都激动在头发的时候 旁边传来了子弹 上层的咔嚓声 一转头 那群别动队 就让女伤对准了你们 快快躲开 我们的身体不受控制了 一阵阵扫射过后 你们死了 等再生开眼的时候 你出现在春档面前 春档笑了 年轻人 就别再拿我打去了 老头的头发都白了十年了 你思索起来 难道这头发鬼 又操控他人的能力吗 可为什么 不直接操控我们呢 而且那对旅游的男女 出现的实际也太巧 正成人 谁嫌着没事干 来求他批狼旅游啊 很快别动队到了 一男女正在和他们吵架 你命令别动队 成员下了枪 大家虽然疑惑 但要照做 这时候女的走到你面前 你就是他们领导吧 凭什么赶我们 话还没说完 手术到一挥 女子人头落地 所有人都呆住了 就这么质问你一句 就把人家杀了 发 发来了 那男子还想跑 又一道过去 他也挂了 杀这对男女 是为了排行嫌疑 看看别动队 会不会还不会被控制 张庆尧大怒 笑凡 我怀疑你现在 已经临行失控了 你最好给个解释 别急 我说他们有问题 就是有问题 冷风反应过来了 帆哥 你是预知道了吗 张庆尧也冷静下来 很快核水见敌 你让张庆尧攻击水蛙 头发鬼再次天生 而不出所料 别动队再次被控制 在没有枪的情况下 你给了他们 一人小腿一刀 很快控制出了局面 这时候张庆尧也 把头发鬼烧死了 但问题是 这群别动队 依然处于被控制状态 只能把他们先绑起来 接着你们回到黑水村 冷风面色凝重 照常理来说 这些村民的头发 是诡异导致 可鬼烟已死 他们应该恢复正常才对 张庆尧道 我们应该赶紧 先联系调查局 在专业设备 给村民们做全身检查 逐一排查问题 你摇摇头 太慢了 还是用我的方法吧 张庆尧本能升起 一个股不好预感 你说的方法是什么 说着 你就到村长面前 面对鬼烟最好的方法 直接杀到你人物正常为止 刷的一刀 村长人头飞起 张庆尧都惊了 你怎么能杀普通人 普通人 看看他的脖子吧 大家仔细看去 脖子居然没露出鲜血 里面也不是血肉 而是一根根头发 与此同时 村民们急刷刷动了起来 他们没有神志 丧尸一样朝你们靠近 见词心心 你也想明白了 难怪整个黑水村 明明说了诡异 但却看起来还这么正常 因为整个村子 就没一个活人 面对上百村民的围攻 也不很快死亡 画面一切是村长的脸 年轻人 就别再拿我打去了 老头的头发都白了十年了 这次 你也不打算 先对村民动手 目前的情况来看 头发鬼应该只想自保 他能误导自己 女尸才是源头 自己等人杀了女尸后 就会回去交差 不然在第一天晚上 他就会动手 但这样的话 别动队被控制 就不是头发鬼所为 于是 你让别动队抽干水后 就离开了 不给控制的机会 于是购置了大量的汽油 布置在村庄各处 与此同时 在黑水村附近的一处树林中 之前那对男女 竟然双重跪倒在地 他们就是被完全控制的傀儡 而在他们面前 有一个女子 此人这是光明俱乐部的二八手傀儡师 也正是他通过这两个傀儡 给别动队留的种子操控的 画面一切 时间来到晚上十点 一让姚夕放出火球 这个黑水村就熊熊燃烧 接着 一个声音从火海中传出 随后 一个年轻女子走出 我本没想杀你们 可你们回了我的家 你们该死 此时 兴趣下来的村民 已经没多少了 他们疯狂冲过来 女人手一挥 接着河水就被卷起 巨浪一样打过来 姚夕大惊 她不是诡异 她是御灵师啊 二阶御灵师 控水是她的能力 冷风吃尽了 那头发鬼是怎么回事 而你 就通过血童 逐渐理解一切 这个女人是御灵师 但她的头发是诡异 这是一个复杂的共生体 这一次有了提前准备 你把青铜竹台丢回冷风 让她用血肉之力 开启这种鬼气 果然 竹台点亮 火光形成一个圆形护照 在范围内的上司村民 行动速度都会变慢 冷风 嘴唇都在哆嗦 你们快点 我的血也撑不了那么久 于是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妖溪和水溪云灵师战斗 火 噎死水 而你 则去对付一部分 被头发鬼控制的丧尸村民 但丧尸数量是太多 你杀了不少 还有很多 结果这时 背后传来一个自信 阳光 且充满磁性的声音 樊哥 麻烦嚷嚷 卧槽 你傻眼了 这是冷风 你想起他的能力 晚上11点后 变高变帅 吸引能力增强 这 这是鸭王变身吧 接着 他如无人之境 那些个普通葬师 根本爱不是他一拳 不过 他让对付头发鬼奔地的时候 双手双脚被头发缠住了 对方以柔克刚 他压根没办法 但头发鬼也就到这了 因为你趁机发难 兴用血童 定住对方身体 借着一刀割喉 二阶玉灵师 死 可就在此时 三瓦飞刀村远处射来 你扫没有惊讶 手术刀变相挡住 但身体 也必须会出去老远 来者 这是光明俱乐部的 二把手 傀儡女 身边还带着那 一男一女俩傀儡 他走到头发鬼身边 手掌进行一拍 头发鬼就变成了 他的傀儡 疯狂大笑 嘎嘎嘎 躲了一个 二阶玉灵师部下 头发鬼一起动手 那一男一女 体型变了数倍 围攻过来 这种情况下 哪怕是一位 二阶玉灵师都得登死 可你却笑了 就当你出来了 引爆了手术刀中的 鬼异力量 加持到自己身上 瞬间 浑身缠着着黑气 双目虫 傀儡女大惊失色 你疯了 把鬼异的力量 引到体内 快阻止她 她抱走了 可为时一晚 就跟砍瓜切菜一样 体内痛苦之力 全爆发下 先解决了那一男一女 再杀了头发鬼 最后 把刀架在傀儡女脖子上 现在该轮到你 感受痛苦了 告诉我 一千减七等于多少 一刀削手 战斗结束 解决完傀儡女之后 那头发鬼的头发 居然自行偷弱 飞到了你头上 居然是想占据你的身体 可当她感受到你体内 痛苦之力后 你再炸毛 最后你一声冷哼 头发变得无比贴合 成了你原本的发型 没错 头发鬼的能力 也为你所用了 这次事件解决后 当你们回了调查局 又有新情况发生 那就是调查局 派往精神病院的调查员出事了 她不但被精神病院的孟爷杀死 而且孟爷还逃了出来 如佐了副队长公孙雅柔 并在神秘组织的力量下 进化成了S级诡异 将整个绿藤市 都笼罩进她的鬼域 局长温雅仙头疼了 这相当于大家都进入了梦境 只有找到鬼域本体 才能度过这次危机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她拿出了被封印已久的 A级诡异 一只毛笔 据她所说 这毛笔鬼系名为笔仙 只要握着询问 就会写下答案 但也会付出相应代价 一定对让火灵二笑了 放着我来 然而你一把夺过 还是让我来吧 温雅仙瞄懂 看着你一定是预知到了什么 询问开始 念叨咒语 笔仙笔仙 你是我的前世 我是你的今生 突然 因冷之气从毛笔中扩散 形成了一个女鬼虚影 你问道 这个世界的诡异真相是什么 此言一出 温雅仙等着脸色大变 小凡 你疯了吗 这种问题的代价 你承担不起 结果就是那女鬼虚影 疯狂尖叫 而你 你整个人原地爆炸 再次醒来 你问了别的问题 我为什么能死亡回答 爆炸 全世界 为什么只有我能看到鬼 如何才能杀死老婆 死亡数次你也反应过来了 笔仙虽然等级不低 但是根本没法 回答那些隐秘 于是 你正儿八经问了 却哪里才能找到梦魇深深 笔仙终于写下两字 寺庙 火灵尔 也是突兀了 绿藤市大小寺庙几十家 这不是谜语人吗 而你也感觉胸腔内一阵剧痛 居然空出了一个大洞 这次的代价 是你的心脏 等再醒过来的时候 你直接问是哪个寺庙 终于得到标准答案 普陀寺 这次的代价 是头颅消失 屏幕一黑 火灵尔跃跃欲试 放着我来吧 可你却平静一笑 不用问了 梦魇的真身 在普陀寺 温雅贤和火灵尔也反应过来 莫非 你已经预知到了 正是如此 于是乎接下来的行动 你们分为两个小队 火灵二带一批人 负责救援城市居民 你在调查局 剩下的人前往普多寺 由于整个绿藤市 变成了梦魇的鬼狱 踏在路上 用其他诡异 事态重重难关 第一关 便是人头灯笼阵 灯笼 会从前方随机方向飘过来 若不及时躲开 就会被鬼吞噬 你跟大家说 跟紧我 一会儿我让你们跳 就跳 至于你为什么会知道规律 别问 问 就是死多了 一次次闪转腾脱中 你带着小队成员 金钱躲过 可到了最后 有个年轻量的女子 灵性有些失控 摔倒掉队 她起立大叫 不 你们快停下来救救我 可看到你们 丝毫没有回头的意思 她目入疯狂 既然不救我 你就一起死 居然是要主动引爆人头灯笼 一旦主动攻击 就被数万灯笼包围 到时候谁都逃不出去 突然一把手术刀插出她额头 女子怒目远睁 挂了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你出手 大家都松了口气 等到了安全处 有个年轻女子站出来 指着你的鼻子骂 如果你刚才停下来救她 她就不会这么极端 也不会被杀 你为什么不停下来 冷风不满道 什么话这是 如果不是凡哥 你们所有人早都死了 年轻女子反驳道 我们完全可以多消耗你的灵性 和血气之力救她呀 哪怕多一丢丢风险 但这可是一条人命啊 还有消凡 她最后攻击灯笼 是她不对 但抛个事实不谈 你就没错吗 她跟着你 是因为信任你 你完全可以救她 你为什么不救 你真的冷血 baby 是你 害死了她 你呵呵一笑 所以呢 你就这回狗叫对吗 就她是我害死的 你有能打我怎么样呢 杀了我报仇 还是离开队伍自己走呢 你 年轻女子一下将注 要她离开队伍是不可能 没了你 她还怎么在梦魇的鬼域里活下来 立刻对众人道 难道 你们就眼睁上看到她 抛弃队众吗 这样的人 凭什么当队长 众人都沉默不语 多话的灵性和血气 说起来简单 但这一关消耗过度了 下一关呢 下下一关呢 到最后 拿什么打梦魇 你二话不说 带队走人 那女子 咬牙跟上 可你却反问 你不认我当队长 为什么跟着我的队伍 她脸色一身青 一身白 我是要去普通 解决梦魇事件 虽然你很冷血 但我不跟你计较 等彻底解决 我会为死人 向你讨回弓 耍了一下 荧光闪过 但脖子上 成长不一生 落在那座月子 缘分落地生 那是我们 一分分就归礼掌声 我听了你是终于一个人 本不论在门 反击地闹书 跟其反常会当时在等 一分分 一分分就归礼梦魇 更是用鬼语 笼罩着整座城市 为了消灭它 你们闯到了第二关 这是一个游乐园 小女孩 站在游乐场门口 大哥哥们 来玩游乐设施吧 在验证完 你们无论怎么走 都走不出去后 你们尝试着 直接消灭这个小女孩 但无论是你的手术刀 还是张青瑶的火焰 都让他一点办法没有 他越消越开心 哥哥姐姐们 只要玩玩任何一个项目 就可以离开 但每个人都会玩哦 大家脸色 顿时难看起来 这些诡异 显然是规则类的 想要通关 就得绕他的来 你叫出队内一个成员 成行员 你去做旋转木马 他愣住了 我自己一个人 对 不必担心 我已经看见了未来 其实你在说谎 还没死亡回答呢 你只是单纯 想让他去当炮灰而已 成行员半信半疑上去了 可孟马转动的时候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 越来越沉重 原来每转一圈 在上面的人 就会变老一岁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24岁的小伙子 变成老爷爷了 他狠狠 小凡 你害我 说完 竟然召唤出了一龙一虎 两头虚影 可你的速度更快 一把飞刀插进他脑门 那龙虎也顺势消散 其他队友脸色难看 小凡 你疯了吗 你就是在故意害人 但他们没得悬 验识了你的手段 知道反抗的下场是什么 之后 还有各种可发的项目 例如断头过山车 真鬼屋 还有什么疯狂创人碰碰车 等实验了所有项目后 你直接一刀自杀 死亡回答开启 屏幕一黑 小罗里哥哥笑的 哥哥姐姐们 来和我一起玩呀 这玩完任何一个项目 就可以离开 你直接让大家 去坐了摩天轮 果然一圈下来 大家都相安无视 所有人都震惊看着你 有这样一个队长 安全感简直爆棚 有人说到 肖凡队长 既然已经成功通关 那咱们走吧 坑血摇头 不急 陪他耍耍 走向小罗里 先是发动了血痛能力 让他转断眩晕 接着用发鬼的能力 把他捆了起来 果然和你想了一样 通关后 小罗里就能触碰到了 你的笑容逐渐扭曲 小朋友 你不是很喜欢玩吗 那哥哥就陪你好好玩玩 猜猜 哥哥这一刀 会落在哪里呢 小罗里笑了 嘎嘎嘎 没用的哥哥 我和游乐场绑定 是杀不死的哟 哪知听到这三个字 你露出狂喜 姐姐姐 瞧瞧我发现了什么 你这杀不死的鬼 真的太妙了 其他几个队员 看着状态 不由自主吞了个口水 队长这样子 真的没事吗 小罗里 只要手术落下来之前 都笑嘻嘻的 可等品查到 痛苦之光的能力后 直接面色扭曲 我嘎嘎嘎 你笑了 姐姐姐 就是这样 来 多感受我的痛苦吧 之后的十分钟 就是惨无人道的感受痛苦 到最后 小罗里起求的 看着其他队员 哥哥姐姐们 你们救救我 有人面入不忍之色 但一想到这货之前 虐杀他们的可怕模样 就和他先来 更关键的是 消坟的样子 太可怕了 比诡异还诡异 他们生怕上去阻止 把自己都搭上了 到最后 小罗里和游乐场一起消失 你们一行人 终于来到了 普陀寺的山脚下 和面前 却出现了一大片坟地 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墓碑 就穿过去 才能上山 坟地门口 还有个牌子 死人禁地 活人入内 很显然 这是第三关 这话给冷风逗笑了 这坟地 不应该是活人禁地吗 怎么还反过来了 可进入后 诡异的事情发生 因为大家赫然看到 一座墓碑 冷风之母 一直同时 一直是从破土而出 从棺材内钻出的 赫然就是冷风 他能看到 外头的冷风时 类似大便 你是谁 就像长得和我一模一样 他连忙对你说道 凡哥 我刚才和你走着走着 眼前一黑 就到了棺材里 外头这个是诡异啊 你身边的冷风 也连忙解释 凡哥 别听他胡说八道 我一直和你在一起 你知道我的 我最喜欢的电影 是放后私人授客 还有超人大招猫女 蝙蝠下靠打小丑女 然而 你直接把手术刀 一刀砍在身边的冷风身上 他化成了飞灰 大家都震惊了 选对了 解决了诡异 大家正准备走呢 可突然 面前又出现墓碑 张庆尧之墓 摇摇脸色些就白了 连忙展示出火焰 你看 我会有能力 我不可能是盗版的 可谁知道 棺材里的张庆尧 钻出来后 约打出了火焰 你毫不犹豫 一刀干掉身边的 果然他化作飞灰 而大家也发现了端倪 有人总结道 看来这次的诡异 应该具备 神不知鬼不觉 将拉入棺材的能力 然后画画画是一个 一模一样的混在队伍中 接下来 越来越多的坟墓被找到 身边的冒牌队友 被你一个个干掉 直到有人发出一声尖叫 恰 这是 大家赫然看到 是肖凡之墓 一个一模一样的肖凡 站在你面前 你看到这一幕人傻了 坏了 我成弃身了 棺材中的肖凡下令 杀了他 众人出手直接围攻你 你引爆了手术刀 鬼气传身 可对面的肖凡 虽然也开始变身 很快 十几位御灵师 嫁一个你 围攻你自己 你挂了 等再醒来的时候 是坟地外面 你疑惑了 被干掉的人 会变成飞灰而不是尸体 那说明身边的人 就是假的 棺材中是真的 可为什么人到了你 棺材那是假的 外面就是真的呢 于是 你在大家身上 都直入了一根发丝 嘱咐大家 连着发丝的才是真货 看到墓碑后 一路是宁笑 姐姐姐 这次所有人 都被我用发丝连接 足以证明我的真伪 我倒看看 你能耍什么花样 嘎嘎嘎嘎嘎 正笑着 突然眼前一黑 等你再回过身后 赫然是在棺材里 而放丝也没有了 这时候 外头也传来一道 熟悉的声音 姐姐姐 这次所有人 都被我用发丝连接 足以证明我的真伪 我倒看看 你能耍什么花招 嘎嘎嘎嘎嘎嘎 你怒了 这诡异居然如此狡猾 上一次所有人 都以为棺材那是真的 这一次自己做了准备 他就让所有人 相信外面是真的 把自己拉进棺材 结果不用多说 你死了 等待他醒来后 你让大家不要进去 一个人进 又找到了消凡之墓 这次在棺材中 果然又出现了一个消凡 因为实力相当 打起来不分胜负 到最后 手术刀护士箱 插到对方脖子上 同归于尽 而与此同时 死亡回等后 你也终于领悟了 因为脑海中 多了两道记忆 棺材内不是诡异 也是你 门口那个牌子上 写的就是提示 死人禁地 活人入内 这个坟地里 只有活人 没有死人 一进入坟地 人就处于 生与死的叠加状态 一个在外 一个在棺材内 但都是那个人 只要有一个死亡 那这个叠加态 就朝着死亡坍塌 反过来说 只有和另一个 自己一起联手 走出坟地 乃就能活下来 悟通了这层规则后 你跟伙伴们 分享了这个消息 大家看着另一个自己 感觉都有点惊悚 但在你的嘱咐下 大多和平相处 于是乎 一个诡异的情况发生了 两个消贩 带着同样两辈的队友 一起行动 直到走出坟地后 两个你同时发出光芒 二者合一变成一个人 其他人也是如此 可唯独那个 成心源的人 留在里面 仔细一看 他们居然打了起来 其中一个说 你疯了 为什么突然出手攻击我 哼 离开的是你 而不是我 你是外界的成心源 而我是棺材中的 你是生者状态 我是死者态 一旦出去 只留下生者 而我会永远消失 生者成心源急了 你说什么胡话 咱俩本来就是一体的呀 于是乎 他们俩 永远都只能留在这里了 你叹了狗戏 哎 果然又说太聪明 也不是什么好事 说完 不离婚二人 带众人上山去聊 上山时候 你嘱咐大家 要踩基数格子的台阶 冷风很好奇 帆哥 为啥 这台阶是诡异的舌头 山顶的鸿门 则是诡异的嘴 一旦踩到偶数台阶 最后触发杀人规律 他会活过来 用舌头卷起所有人吃掉 听闻此言 众人不寒而栗 众欲行人 小心翼走了山顶 而面前则还有最后一关 一头恐怖的树妖 每次砍到他的树枝 都会断枝重生 这是一头拼消耗的诡异 你甚至 如果在这上面 消耗太多痛苦之力 那将无力面对 S级梦魇 到这儿 该发挥炮灰 对我们的价值了 就了你们一路 也该发挥娱乐 法家上 一个男人恐慌道 不 这树妖这么强 我们上去会死的 小凡 你不是能预知吗 你倒是预知呀 要让我们全部活下来呀 你太大口气 真的是救你们太多次了 现在少一次没救 反倒成罪过了 听到这话 大家心中一灵 是啊 面对诡异事件 哪有不死人的 S级的诡异 正常队伍 团灭都不过分 可他们能连过好多关 还能平安到现在 几乎算是奇迹 靠的都是你这个队长啊 而现在 一旦要出现伤亡 真道正枪了 他们反而无法接受了 以为是你的失误 生米恩 斗米仇 你冷哼 我知道你们中 肯定还为人这么想 这一次机会我给了 但下次 还要有人这么说 会死人的 现在 都给我上 我说的战斗 异常惨烈 因为这是目前 唯一一个 不依靠规则 只能正面打的诡异boss 你的手术刀 切了这条后 还能复生 头发 也对着出正的树枝 没有啥效果 姚希的火焰 对他来说 倒是能有点重 只可惜叔叔太少了 众人是打得越来越艰难 眼看着 你就被逼 动有痛苦之光 闹铃却响了 你只感觉背后 被人拍了拍 凡哥 麻烦让你了 没错 这是鸭王变身后的冷风 一零横长战场 简直没有对手 那枝条抽搭过来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要知道 之前就有好几个队员 丧生在这枝条下 可结果呢 被冷风一只手 轻松拿捏 就撤 我怎么说啊 之后 就是冷风的个人秀 可见到树腰 被干掉之际 他就要弄好 主人救我 这时 一股恐慌开始蔓延 一个浑身黑烟笼罩 长得一双血色双膜的生物出现了 没错 这是孟严 如今的他 吸收了整个绿藤式的恐惧 净化成了SD诡异 双手一挥 带上所有人身上 就燃烧起黑色火焰 那是恐惧之火 冷风一看 果断发动二级能 反格救我 可你压根没受影响 你让那火焰 以恐惧为燃料 你丝毫没有这种情绪 自然烧不起来 孟严道 你果然不惧怕我 你笑了 非然不怕你 我的伙伴也不怕你 说的 你开启了血童 给冷风施下了幻术 而这一下 他居然丝毫不怕 还自个眉眉朝孟严走出去 孟严怒了 你干了什么 好没啥 就是对他用了点幻术 那他眼中的你 变成了美女而已 孟严都快吐了 只能赶紧跑 一次同时 接触了黑火 其他人都放松下来 看到冷风满场追着孟严跑 也纷纷佩服不已 太牛逼了 真男人 连鬼都要上 猛啊 孟严才是撤退 可情况却并没有好短 因为四周围上 一大堆丧尸也能毒 正当大家以为 还要打人海战术的时候 英雄闪亮登堂 没错 这是队长火灵尔 看着音响出现了 这歌声 能够驱散人们心中的恐惧 那些鬼奴 也都是被孟严 用恐惧操控的普通人而已 被音乐一打乱 自然也都纷纷晕了过去 火灵尔笑道 诸位辛苦了 你问起火灵尔是怎么来的 这一路上的难关 也就是你有死亡回党 正常人怎么可能 这么容易过关 火灵尔说 别急了 他在坟地被人给骗了 到了之后 结果看到了自己的坟墓 然后从棺材里 跳出来个一模一样的人 不仅和他说话一样 还模仿他的脸 这还能人 果断干了一架 不过大战三百回合后 谁都打不过谁 说停战 结果对面和他想的也一样 停战后大家都笑了 然后越聊越投机 后来发现 他们俩的兴趣爱好 简直一模一样 当时就感觉是碰到了自己 还约好一起去打梦魇 可以一处坟长 那姑娘就不见了 莫名其妙 这都行 那上山路上的台阶 你怎么过的 台阶啊 我当时心急如焚 当时跑着上来的 一步估计也就四五个 要么就是三四个 这谁知道 你无语了 这都行 这幸运能力也太变态 火灵尔摇摇头 不是幸运 我已经进化了三阶能力了 现在叫天命 哈哈 我就是天命而生 来终结着 诡异时代的旧事徒 你突然想起来了 当初在精神病院办公室 看到那封信 上面写着 被天命眷顾之人 想知道世界的真相吧 当时还以为说的是自己 现在想来 恐怕这封信 是院长留给火灵尔的 细思恐急 梦魇也是从精神病院 跑出来的回忆 这说明精神病院院长 恐怕针对火灵尔这位天命 又巨大阴谋 你和火灵尔一路追 终于找到了梦魇 可突然这时候 公孙雅柔杀出 二话不说 就对着火灵尔出剑 你疯了 对我出手干嘛 雅柔呵呵一笑 你这做妄道 西部想骗我 一朝觉醒入三阶 今日风之我是我 看他背后的梦魇 你全都明白了 肯定是公孙雅柔 被梦魇如走后心要控制 得了 那还说啥呢 火灵尔vs公孙雅柔 那梦魇就只有你来对付了 打斗太烧心 被我们就不夸了 经过一番自烈战斗 你的灵性见底 梦魇也顺势入侵到你体内 他想要补齐自己的肉身 而你 雅柔 火灵尔三人 就是他选中的肉身 预知未来 急速 天明这三大能力加深 到时候 也让院长看看 谁 才是他最得意的作品 他早有准备 知道你的心灵 本就扭曲无比很难污染 但是 他有上万 十万人的意识 吸收的绿藤是 数十万人的恐惧 让这些恐惧 轮番去消耗你 这波 数十个对一个 有时在我 而你也能感觉到 自己的心灵中 出现了无数人的意识 无数人的痛苦嘶吼 梦魇也大笑 嘎嘎嘎嘎嘎嘎嘎 笑反 就算你一直再坚定 这数万人 磨都磨死你 很显然 梦魇也成功了 你的意识体开始动调 记得头脑昏沉 拾取身体控制权 自然自杀都无法做到 等待你的 似乎只有意识消散这一条 与此同时 梦魇身上冒出黑烟 由于你身体内 他要帮你提升灵性 方便地露出后 身体能力增强 对于他来说 你的身体就是他的 他不允许 你的身体太弱 而且 一阶的预知未来都这么强了 那二阶的呢 毕竟 他夺射后 你的能力就无法提升 而在你的意识中 你感觉好累 无数次死亡回荡 无数次重生 早就让人感觉疲倦 和意识愈发不微弱之际 你想起了一个人 老婆还活着 我怎么能独自一人死去 更何况 心虚这种程度 我怎么死啊 包裹着你的意识体 出现裂寒 梦言大惊失色 不可能 数万一尸体 都限制不了你嘛 你以下不快限制 这位黑武 疯狂朝体内聚集 梦言几乎 这是什么东西 你笑了 这是 你带给绿藤师的痛苦啊 说起来我还感谢你 帮我升级到了二阶能力 让我可以吸收痛苦 梦言 你还在狂变 你的能力 不是预知未来嘛 你是双能力 可你笑了 伸出一只手 掌心形成黑洞般的球体 疯狂吸收黑武 梦言上上来攻击 却被一下弹开 不 不可能 你个二阶约令师 怎么能吸收这么多痛苦 姐姐姐 我吸收了 是整个绿藤师的痛苦啊 我还得谢谢 你在我身体里 你控制着鬼欲 连接着所有人的梦境 而我也正好 进入这个通道 吸收了所有人的痛苦 好了 现在 就当是为了整个绿藤师 紧接着我的一拳 好吗 之后梦言被干掉 火灵儿显胜公孙雅柔 你也安全回到了调查局 好了 老婆我看不见你第一季的故事 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 完结洒话 目前的改编进度 对应原作第145章 原作后续也很精彩 院长到底是谁 他为什么知道诡异 针对火灵儿队长有什么阴谋 主角又该怎么应对 在后文中都一一有无所解答 感兴趣的 可以在范奇小说手机段 搜索老婆我看不见你 第一个就是了 目前来说的这部小好说 主角沙发果断 可以说是现在网文圈中 比较少见的一个隐形 推荐观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有些不明之前的观众会说 这个书原名不叫这个 你为什么乱改编的书名 我再次强调一下 我的改编 通过官方合作 搜索我给的别名 是一样可以搜到的 而且观看完全免费 别名一共有三个作用 一是防暴作用 这是正版 因为只有在正版软件 才能通过别名搜索到原书 在笔区格搜这个原名 是搜不到的 如果有人刷原名 就会让别人 通过笔区格搜到这个书 从而助长盗版 进一步压缩原作者的收入 和视频作者的收入 二是给原作者引流 增加原作者收益 三是给up主 也创造一定收益 三权其美的好事 观众也可以解决书荒 解释这么清楚的情况下 如果还有人 在评论区跳脸刷原名 那我将会做三评处理 谢谢大家 那么我是猪猪 我们下个系列再见 拜拜